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 欢迎大家来到东华三院安劳服务部 圆满人生服务主办 全为爱生命探索之旅 有请李敬恒博士 去讲今天我们一个自学论生死的 给点掌声 欢迎他 多谢 多谢 听到吗? OK的 我刚刚说了 因为这个题目讲生死 我还在生死 而且一定会死的 所以就讲这些最后 还有今天也很有趣 因为一早就有同事 因为是旧学生 就约了今天就讲这个题目 然后上个星期有另一个朋友 他说你又是这个星期日 有没有空 11点钟有个talk 上去讲讲生死的东西 然后他说 如果不是答应了 不是的 那是另一个人来的 就是今天好像是生死日那样 有第二个活动也是搞这些类型的课题 那也挺特别的 证明的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我们 似乎必须面对的 但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这个死亡的 就是说生死 那当然 这个focus会多一些在对死亡的一些反省那里 因为如果你说生存就有太多东西要讲的 是不是呢 工作又要讲 爱情又要讲等等 但是通常我们又会将生同死拉在一起的 因为死亡之所以好像有些东西值得说一下 是因为好像跟你不再生存这种东西有关 是吧 那所以 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历来很多人 就是 由远古这样 古希腊也好 中国去到先秦时期 其实 甚至都没有很理论性的思维方式之前 人们都会知道有死亡这个东西 当然是看其他人 一般都很少是看自己的 那么从其他人的死亡 他们可以掌握到一些东西 那可能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可能是藝術 可能在宗教上面有一些说法 甚至没有语言之前 都会有一些用图画来表达 然后用宗教其中一样要处理的问题 也是跟这个有关 是吧 就是 帮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 就是其中一件事情就是 他很难理解 对不对 就是一方面又好像 有些事情如果你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理解的 但是很多事情都不用理的 其实是吧 就是不理都没什么所谓 都未必关我事了 就是冥王星里面究竟有没有忧忍呢 那么 就是我不知道 但是关我鬼事吗 那么但是 就是 死呢 我不知道会怎样的 但是好像又会关我事 因为我好像都是人 看到很多人都会死 但是又 他跟我关事得来 又好像不太关我事 因为死了关我鬼事吗 对不对 就是可能死了关我鬼事 如果我有鬼 那么这个也是对 死了之后的一些设想 就是会不会还有些东西剩下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他 我们一生人会面对很多问题 但是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的问题 因为他好像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 但是好像不用面对的问题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很多不同的思想家 自学家 就是不只是自学家 很多思想家 不过以前的自学家 其实就不是说那些读自学系的人 或者教自学 以前那些想法的人就是自学家 OK 到后来才分得仔细一点 但是不同的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就 大会邀请我来说 我非常感激了 我想想说什么好呢 我又 虽然那些课题我都会有讲过 但是我又没试过一次 正式就拿这个做主题 这样来去讲 我想想怎么讲 那还是稳固一点 讲熟一点的东西 那一会儿我就会大概介绍 他们有没有看到 他们没有那份东西的 是吗? 那就是对了 最好先不要知道 是吧? 一剧透就不好玩 所以今天我会讲什么呢? 今天我会介绍一些哲学家的看法 那些人是很久以前的人 就是说我会有一些古希腊的哲学家 我们会讲说苏尔大哥的牌图会讲这些 我又会讲讲庄子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通常你都会想 就是说那些哲学家 就跟一般人不同的 那也是的实际上 就是他们会更怪的 那一般人听 就是想死亡 就通常觉得很害怕 什么的那些 那通常大概那些哲学家 尤其是如果你去找一些书来看 讲讲那些哲学家 怎样看生死 好像他们都会教你的 就是说 其实不需要那么担心 或者不需要害怕 没有什么理由的 很多思想家都会从这个角度去安抚大家的心灵 明白吗? 就是大家对死亡有一种不安恐惧不理解 那很多时候 就是当然不同的 就是哲学家有很多种的 立场都有很多种 但是很多通常会被人拿来讲那些 就是叫你 啊,怎么看开一点 其实这些东西 是不是? 生命才重要的嘛 就是通常会讲这些东西的嘛 所以一会我会介绍的那几个思想家 就是他们讲的东西都 至少在哲学的讨论里面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吧? 就是有很多人都一定会讨论他们的一些看法 那么很多时候的讲法都是 那些哲学家特别厉害一些的讲到就是 其实死亡是一些 我们不需要特别害怕 或者没有什么理由去害怕 那么我们从一个 就是他们会从一个理性反省的角度 去告诉你们很多人对这个死亡的恐惧 虽然是很正常 但是其实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于是他们去反驳一些讲法 那么我会讨论一堆人 都是有些这样的讲法 但是最后我会讨论一个人 就是我会 我会讲一个叫 我会讲派图 我会讲苏蟹特 我会讲庄子 我会讲一个叫epicurus 或者叫伊匹沟老河派 这些开始比较厉害 一听就知道希腊人 他们都有一些看法 大致上他们都会觉得 其实我们有很多理由是 可以支持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不需要太担忧死亡 或者不需要太害怕的 但是最后我想讲一个 现代的自由家 他对死亡有一种看法 他会在某个意思来讲 就是告诉你们 之前那些人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未必能够 解决问题 通常都不会发生的 在哲学里面 但是他甚至会觉得 我们对死亡的某种忧虑 其实用那些人的理论 可能都未必能够处理得完 明白吗?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你要讲清楚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OK? 然后提供一个所谓对症下药 你要知道症才可以的 你要知道究竟现在 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是某种病征 你可以这样想的 OK? 我们会发烧皮肤出疹 那么 你要治好他当然了 那么你发烧你就退消了 出疹你就遮瑕了 对吗? 就是 你买一些东西 如果红色不漂亮 那么你就塗一些肉色的东西遮瑕了 深层的引起的 OK? 如果没有了那样东西 其实可能你就不会有那种症状 反过来说 你消除的症状不等于消除了病 就是有时更危险 明白吗? 就是你令到自己不察觉自己有病 就是你遮瑕了之后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那你就大件事了 对吧? 所以可能你的肝有事 原来才搞到那里出疹 所以 最后我会讲一个叫Nago的哲学家 他是一个美国哲学家 就是还没死的 那么他会对… 我会主要是讲一讲他的看法 他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产生在人身上呢? OK?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看他呢? 所以可能… 当然一个广告不会讲完所有的东西 一个人也不会懂所有的东西 找到我来 大概都只是讲到哲学那些 就是死后的世界 是有什么美丽的面貌 我就是讲不了给你听的 第一 第二就是 也因为牵涉到很多不同的问题 所以也没可能全部都讲完 我就集中一点会讲 就是大家怎么理解死亡这个东西 以及 究竟他值不值得我们 或者我们有没有理由去恐惧他呢? 如果我们事实上 很多人都会有某种担忧 至少或者恐惧 OK? 我会集中这个问题了 又不会讲 怎样什么擅忧服务 那些我自己也不懂了 当然你可以看完整个展览 理解就会完整一点了 所以也不要只听这个话题 接着也要看完展览等等其他活动 OK? 好了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那又是 虽然我来到才知道这个设定这么有型的 就是黑妈妈的 我坐在这里整个主角 平时都是光橙橙 有些朋友看到 刚刚还想问 我会不会有人认识的 我这样也没有人认识的 都看到一些认识的 所以这个设定有些不同 通常平时我就是 有些事情我今天不会做的 就放心 我不会over-end 平时那些 因为这些大会的事情 我不会 平时那些什么 我讲两个钟 我会讲四个钟 很过分的 但是有些事情不知道 如果你有 我平时也会喜欢问一下 如果有 或者你听到中间有些问题 随时可以发问 虽然这里因为我看不到 我怕大家不妨 你举手好 你示意或者你 就这样叫出来 都可以的 我看你会有什么看法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在那个过程 我不想特别设定一个 半个钟的QA section 因为如果没有人问 是很尴尬的 好像我骗钱一样 没有人问 那我先走了 那些呢 在中间 所以如果有 东西想说 可以随时说 OK 好了 那么 第一开始我猜 当然 未必我们每一天都 很有趣 我们也不会每天都想着自己会死的 因为如果你这样想 你又不会上班 不会成功的 但是大部分时间 都是想上班的 对不对 所以死亡这件事 在某些意思之下 又有一个很遥远的距离 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好像一定要面对 但是我们又好像不需要面对 它是好像会烦恼我们 但是其实大部分时间 我也不会为它而烦的 对不对 就是一个人 每天都想着自己快要死了 其实他第一 可能真的很快就会死了 因为想到这样的时候 第二 他有一些神经病 因为意思是 他过不了正常的生活 对不对 但是 在未讲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之前 才分享一些个人的 很古怪的事情 就是我小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出来教书 OK 初初教 有些时候下了堂 晚上教那些成人班 坐地铁和有些人同路 就是一起回家那些 然后他就说 Roger 他说你呢 你有很多人生的焦虑吗 就是我教授我妈妈 他是第一次来读一个哲学的课 你是不是经常想到很多人生 我没有的 你是不是觉得人生… 你会不会想到 例如死亡呢 死了之后 你有没有经常被死亡这个问题困扰 我没有的 你不会害怕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会怎样 你觉得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怎样 可能什么都没有 他说你不害怕 我没有什么 好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 有些失望 搞哲学那些人 都对生命没有感受 很多听都出去了失望 他现在去了台大做教授 那接着 所以我不是在这里讲这些 只可以 我小时候很有趣 虽然我这样讲 但我小时候很有趣 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很短命 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我经常觉得自己读不到中学 所以我第一日 我很记得 我第一日中学 第一日上学 坐进去的课室 我很开心 没有人会明白 或者没有人会有那种 第一日上中学的开心 就是原来我可以未死 回到中学 但问题就是 有些人可能都会这样的 如果他小学三年班 已经血癌 那他回到中一 他很开心 我没有病没有痛的那些 其实是 对不对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会回不到中学 我第一日回到中学 我第一日回到中学很开心 不过那天 开心了一会 就是 不过 应该都考不了回考 那 接着就读 也要 接着就考到回考 考到 那么多科 那时候 都很开心 不过不知道出不出成绩 不过因为很近的 又没有很担忧 然后终于放了榜 然后放了榜 哇 这样放了榜 不过应该都读不到大学 也会这样想的 然后读到大学 就没再这样想了 没再这样想 就没再这样想 意思真的是 OK 就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容易死 反而可能 对于大学 我就是读自学 可能就已经开始接触 反而不是想太多 就很奇怪 小时候我都不是想太多 但是我经常承认自己很短命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 当我再读这些东西 再看回 很有趣的 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 就像刚才所说 好像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那些名言就是 有两个东西是肯定的 就是交税和死亡 就是这个 而很多时候前者是比后者更难受的 那么 他一定会死 但是呢 他之所以构成我们一些疑问 就是 当然真正的恩由 我们可能后面会再深入一点说 但是至少我初步这样想 作为一个起点 就是一方面 他好像是一个 我们一定 最终都会面对的事情 就是差在几时而已 而且应该不会 耐得很紧要 就是一百年之内 大概你正常的考虑都是这样 是不是 但是他又好像很奇怪的 是吧 很神秘 神秘的意思是 甚至每一天 你就不会立即死 但是每一天都有人死 这个世界 对不对 但是死 是一样很神秘的 意思是 他很不确定 究竟死了之后 很简单 所谓死了 就是我们看到有个人不再动 可能假装扮演的 不动几十年 但是一般我们说 他真的死了 好了 他不动 但是我们又会想 那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是吧 就是如果他现在的身体不动 会不会还有一些东西 会剩下的呢 这两个可能性而已 一旦就有东西就剩下 一旦就没有了 是不是 有就有鬼 或者有灵魂那些东西 没有就 你的所有一切 都是随着你的肉体 灰飞烟 到最后 是不是 但是 有这两个可能性 但是这两个可能性 也很奇怪 就是 如果还有东西 那接着我会怎样呢 是吧 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接着会去哪里呢 就好像没有人回来报告的 就是你现在就 这段时间 譬如你看Facebook 你自己在香港看 也好像自己在英国那样 就是你的朋友全部铺了一些照片 这地方这么大 香港是哪里 不是那些 就是那些全部是 你看到英国的照片更多 那你可以知道他离开了香港之后 去了另一个地方生活 的生活是怎样 是不是 但是死了之后 如果还有事情 就是你还有某个意思之下 的另一种生活 那究竟是怎样的呢 好像没有什么人回来 说过你知道的 就是阿爷报梦那些 你又不会太相信的 是不是 就是他回来也是骂你的 之如此之类 那 之后如果有的是怎样呢 又好像很不确定 不知道 对不对 是好一点还是差一点 不知道 没有东西是否好一点呢 你知道没有东西就不用想了 这样 没有东西更怪 可以吗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很怪 一会儿我们也会看 你要想象自己不存在 其实是死了就是你不再存在 刚才那种 其实你是换了另一种形式存在 就是如果死了之后还有鬼 有些东西 就是很多 你看到那些鬼故事 那些东西 其实那个人死 通常是第一个 chapter 的事 整个故事的开始 就是由他死亡那一刻开始 对不对 如果不是鬼故事 那些 所以呢 只不过是你换了另一种形式生活 好像疑了文 那但是呢 如果你说什么都没有呢 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甚至是 行不行 什么叫做我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呢 很怪的 所以呢 这件事情 就会结合了两个很有趣的 好像很相反的面向 一方面死亡是一些 无可避免很确定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 但是同时 他有一些很不确定 很不知道怎么样 甚至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他 对不对 我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我都尝试去处理他 对不对 但是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死了之后 既然有东西没有东西 我们都确定不了 都没有说 如果我知道一定有东西 死了落地獄要烧 但是我买冷气 或者写定为主 烧多两部冷气 不过不要不烧电线那些 烧冷气 原来没用的 原来还没交电费 那你懂得安排 对不对 你没办法安排 但是 你又好像 如果他 如果他根本会不会死呢 也不知道就更好 但是你也知道他一定会死 对不对 我要想的就是 后来还有没有事情 而且如果没有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回事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 一件很明确的事情 但是他的所有性质 都是很不明确的 对不对 你的麦克风 那么你很着实 看到他在眼前 OK 他一定在这里的事情 那么你可以研究一下他 可以吗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结构 就是你花心思而已 看看是否肯不肯 就是小孩子 我们那些经常都是 把家里的电器都是这样支解的 那么你可以研究一下他 但是死亡是一些 你又知道他一定好像在这里的事情 但是你又好像研究不了他 对不对 你想理解也好像没什么办法的 就是大家是靠估计而已 都是 就是说到似层层的 都是靠估计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问题 所以就很值得大家一起想想 所以 这个就是我说的 死亡呢 一方面作为一个人生的终结 我们说 就是对人而言 我们又会有一些态度 因为这样 我们总会觉得它是一件坏事 首先 如果不是那些 就通常留不到去听这个问题 就是他觉得死亡是好事 他早就已经死了 那会想的都是 通常觉得尽量避免的 就是他平时可能吃饭 睡觉 也是为了不想 就是除了不想捱我之后 就是想继续生存下去 OK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会觉得 本来有很多事情就是 你要看一个个人的 是不是 就是譬如你说 可以带一些冷气 是不是舒服一些 那也要看一个人的体质不同 是吧 如果家里有很多书 真的幸福 有些人觉得不是的 一看到书的精神压力很大 是吧 那这些因人而而而 但是 死其实通常都是一件不太好的事 我估计大部分人都很不自觉 就会这样想的 因为如果不是 就解释不到他平时 为什么这么努力去生存 就是 或者就算不是太努力 都会生存 是吧 就是我试过一次 又是那些 就是失戀那些 就是失戀很奇怪的 那 有一次我试过马路 在中大里面 那麽头路都很失戀 就随便了 那总是 走过马路 那里面有一个弯位 有一个车子 这样駛过来 那你下意识 通常就会退 就是有车子来 你避免 那我避免 当然也有 否则今天就不会在这里 但是 就是退了那一刻 跟着因为已经在读自学 就会想 其实如果那一刻我不是得 要有个本能反应 我是不是一定会有很大动力 要退后呢 因为我是向前走的 我在过马路 那你顺着的车子就继续走 那有车子来 你会缩随 因为你不想被他撞到 就是要避免 这是很本能的 就是本能得来 都已经这么大 大家都知道被车撞到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会自然反应 或者说 但是就是 当我退后一步 之后再退后一步想 就会觉得 其实如果当时 不是有自然的反应呢 我是不是一定很大动力 要缩开呢 都未必的 可以吗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可能有些位置 去到万念俱灰 那些感觉 那倒是没事的 然后自己也会下一下 然后好像就没有那么被失戀群绕 还是很危险的 觉得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人好像很自然会觉得 死就一定不好 我们可以避免的就避免 可以吗 你说细节 你的生活是不是很艰难 很痛苦呢 当然你也会觉得 有时候你也会伸一两句 死了就比较好 但是很少人会真的 就是有些人会真的这么做 因为可能太痛苦了 但是一般而言 你正常的想法就是 大家都会珍惜生命 觉得死亡是坏事 而如果死亡是一种坏事 你又无可避免 你就很不奇而会有某种恐惧的 当然你不需要每天也不会 正常人每天都很害怕 对不对 但是你也会尽量去维持你的生命 避免产生一些会对你造成死亡的威胁 所以我从来都不玩过山车 那些很害怕 那些跳楼机那些 留下第一次一定有需要的时候 用就可以了 那些code 但是很自然都会觉得 同时这些东西也会被刺激感 当然 亦都觉得相互相食 正正因为你本能上有一种恐惧 那些人就喜欢玩那些游戏 那些所谓极限的状态 令你很接近死亡 因为我估计 我估计是你对死亡有一种 你又不想死的 但是你又想有一种体验 但是很矛盾 因为你死了好像就体验不到 所以玩这些有些接近的 其实是吧? 令你那一刻 就好像你看电影 接着看到一些人 惨得 跌落地那些 你发觉那些人很惨 你自己看得很爽的 等于你暴风球 在安坐家中 看别人在下面被风吹 你有一个距离去接触一些 本来你可能需要面对 但是你又不想面对 但是你可能又有些好奇 想体验 那种心态 所以死亡是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对一般人来说 所以在这里牵涉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要 所谓理性的去思考 就是刚才那些只是一般的现象 意思就是说 第一 当我们觉得一般人 死亡是一种坏事 是不是实际上真的是一种坏事 对不对? 坏在哪里呢? OK? 如果有些东西 有人告诉你 很差的 我搬去那里之后 东凉下暖的 又没有水没有电 整天都这样 那你知道什么环境 接着你就判断它是不是很差 但是死亡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好呢? 这是第一 如果连他是不是真的坏事 你都确定不了 你又凭 你为什么要那么害怕? 当然我们害怕很多东西都很无谓 对不对? 恐惧有时候是不理性的 但是 问题是 会不会也有一些理由呢? 如果纯粹很不理性的 只是 要是就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大部分人 在一般情况都比较理性的 第二 如果他真的纯粹是一种 完全不理性的恐惧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看医生 对不对? 就是等于你很害怕 看到一枝环笔 你很害怕 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是一些病来的 在某个意思之下 你就要医治 但是死亡 我们觉得恐惧死亡 不像是一种精神病 反而不害怕 有一些不正常 我们会觉得一个人 是完全不害怕死的 那些人 觉得很奇怪的 我经常看那些 玩跳楼机的那些人 就是有什么必要搞成这样呢? 好了 可能我就觉得 但是一般我们会觉得 反而害怕是正常的 问题是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他又没有理由的话 会不会很奇怪呢? 那是不是真的 会不会也有一些理由呢? OK 很多自由家 从理性上反性 都会觉得未必那么有理由 稍后我们会讲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应该怎么看死亡这件事呢? 它是不是真的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是不是真的 真的一件不好的事? 还有我们如果对它恐惧 是不是真的很有理由呢? OK 我们去想想 看看人家怎么看 至少 那我们先讲一个叫做 Epicuros 的智学家 其实这个 Epicurosm 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学派 是一个古希腊的学派 那么它的主腦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就叫做Epicuros 就是Epicuros 一般我们现在用这个字 如果 有时候人们都会用这个字 Epicurosm 通常会译做快乐主义 Epicurosm 如果译做Epicuros主义 是因为音译而已 是不是? 很明显的音 很明显 那么这个也是代表人物的名字 因为 但是有时候它会译 译的意思出来 就是快乐主义 不过你留意 他们说的那种快乐主义 就不是说我们天天狂欢 对不对? 反而那些是不好的 你要做的 其实主要 他们觉得很简单 人一生就是两样东西 快乐和痛苦 那么我们要做的很自然就是什么? 追求快乐 逃避痛苦 那么我们肚饿 为什么要吃东西? 他也用这个来解释 因为肚饿其实不舒服 你没有想到那么远 因为我不吃东西会死的 你很少这样想 可以吗? 你肚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要吃东西 是因为肚饿而已 我会死的 就是你很少这样说 所以呢 我们就 因为肚饿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对不对? 有些痛苦我们就消除它 那么我们都会喜欢做一些 会开心的事情 就是你在家里就是这样 你这样训练一只狗 你妈妈小时候又这样训练你 就是你做些他不想你做的事情 他就打你 骂你 让你听到一些很强烈的声音 就是骂其实内容不太重要 最重要是大声 就是帅哥 他也很害怕的 是吧? 你很乖啊 但是如果你骂他 骂到阴之小是没用的 其实他要制造一种痛苦 OK? 让你将他和某些行动 连续上来 然后你就不再做那样 他不想你做的事情 行不行? 好了 但是呢 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些事情来追求快乐 你吃一些好吃的东西等等 但是你发觉呢 追求快乐 在这个意思之下 如果这样追 其实很麻烦 行不行? 就是你吃 肚饿 不舒服 吃饱了 那就没有了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是容易很多的 但是当你吃得饱了 平时 你就要很烦 就要吃得好 要吃得好是很难的 这样的鱼子酱也可以放在里面 是吗? 这是鱼子酱 要吸收的 对吗? 不是吃鱼子酱的意思 有个人说 你喝不喝酒? 我喝吧 我喝红酒 你问一个人喝不喝水? 我喝吧 你随便给一杯水就可以了 如果有个人问他 你喝不喝酒? 我喝吧 我喝红酒 那我随便拿红酒给你 你侮辱我 你明白吗? 喝红酒的意思不是喝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些是红色的垃圾水 对不对? 麻烦了多少年那些呢? 就是 当你要追求那种快乐 其实是难很多 烦很多 而且你失望的机会大很多 对不对? 如果你的人生就是为了 虽然简单来说 就是追求快乐和鼻痛苦 但是你追求的是这些快乐 那你多数都会反过来很痛苦 所以你应该做的是什么? 你的所谓快乐最重要的是那种消除痛苦 对不对? 达到一种静 但是其实不是很快乐而已 就是你吃完东西 就是肚子那一刻很辛苦 吃完那一刻 但是接着就没有了 那种只是一种平静 而不是那种快乐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们说的那种快乐主义 是要回复一种这样的平静 所以你反而要是什么? 如果你是透过 比如喝红酒 去旅游 你是追求很多快乐的时候 你累积他 想着追求一种快乐的人生 你多数都会失败的 所以他说的那种人生应该是什么? 是消除痛苦 对不对? 是消极一点的 尽量把你的痛苦消除 所以呢 对人来说 什么是好东西呢? 产生快乐的感觉 快乐痛苦是感觉 对不对? 令你开心的就是好 令你不开心的就是不好 所以我要做的不是 我要争取一个最快乐的人生 第一 对他们来说 所以是快乐主义 第二 所谓快乐的人生要小心 不要听到这里睡了 就是 不是要不断追求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程度累积不同类型的快乐 行不行?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照计你越多欲望就越好的 对不对? 就是你什么都不喜欢的 这些人很难开心的 对不对? 如果他兴趣很多 你就很容易找到一些机会 做一些事情令他开心的 你欲望越多 如果你满足到 你就越快乐 在这个意思之下 但是对Epicurism 的看法来说 就是你应该尽量将你的欲望减到最少 对不对? 因为这样你满足不了欲望的机会 就会减到最少了 明白这个分别吗? 在这里 如果你是透过得到很多正面的开心 而得到一个幸福的人生 你就应该不断开发更多的愿望 然后去满足它 但是现在他说的这个是不行的 而且会到最后导致痛苦 所以你要做的所谓最快乐 就是能够将欲望减到最低 过一种最平静 最无痛苦 最无机会痛苦的人生 行不行?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是这样说 对他来说 一些事情的好坏 我们刚才说的问题是什么? 究竟死亡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他来说 好事就是产生快乐的东西 坏事就是产生痛苦 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 就是如果你说 对我来说 究竟死亡是一件好事坏事? 现在你想想 你以为对他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还是怎样呢? 如果他是坏事 那样东西会大来痛苦 所以你吃的很难吃的东西就是坏事 要吃的时候 好东西就是会令我开心快乐的东西 但是死亡会令我开心还是不开心? 那你可以说 那我不开心 因为人们都会害怕 不是 现在不是你那样东西 就是说 你比如看着水 你也可以害怕一餐 就是人很怪的 但是 我们现在想问 究竟这瓶水是一些好还是不好的东西? 问题就不是 你看着它的时候 会不会害怕 而是你害怕 有没有道理 如果你说它害怕 喝了很苦 那你就喝一下 当你发觉 其实它很淡 它至少没有苦味 那就是刚才的害怕 不关他的事 是你自己多鬼鱼而已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们现在要判断的 不是你害怕些什么 是你害怕那样东西值不值得害怕 我们问的不是死亡 你有没有害怕 那人人都害怕 现在的问题正确就是 值不值得我们去害怕 那样东西的性质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所以不好的地方 根据它的说法 就是会令我产生什么痛苦 那样东西 所以我要害怕它 那就合理了 是不是? 那我想办法消除这种恐惧 或者是什么 那问题是 当然有些人怕死 可能是混乱了一些东西的 他怕死之前是很惨的 可以吗? 哎呀 在病床上轮来轮去 接着又很辛苦 呼不出气 不能动 那我会跟你说 你害怕的不是死 你是害怕病的 你是害怕那种痛苦 那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真的很痛苦 你可以的话 想尽办法消除它 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 是死亡本身 可以吗? 好了 所以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就是 其实死亡 甚至 当然不是好 他不是说他好 但是也不是坏 对吧? 死亡对一个人来说 根本就没有所谓好坏 为什么呢? 很有趣 它说 如果你死的意思 就是一般的理解 就是那个人不再动 我当他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他没有了 他没有了 运作的嘛 身体啊 心肺啊 那些没有了 那么他自然都 眼耳口鼻都不运作的 当然你看那些恐怖片 有时是这样 我看那一套《希字葛》那些 什么短片集 就是有个人 那些人以为他死了 那不动了 那些心跳没有了 但原来他有意识的 所以他抹 他死了之后 对眼睛抹大 那些人就拿去解剖 那他一路就看到人解剖他自己 那就很恐怖了 对不对 那就是他还没死而已 其实在这个意思之下 如果你真的在说死了 对不对? 不单止你的心不会泵血 你的肺肺不会帮你呼吸 你的眼睛应该都看不到东西 耳听不到声 所有五感都消除 对不对? 你没有了这些东西 就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就没有快乐 也没有痛苦 对不对? 如果死了就是一个这样的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的状态 你就不会有感觉 没有感觉的时候 就不会对你构成一件坏事 明白吗? 所以死亡 它就不会好 就是你不会因为死亡而开心 就是那件事本身 它发生了的时候 可以吗? 所以很有趣 你害怕呢? 接着他分析就是 你也是那件事 还没发生的时候害怕 可以吗? 但是你还没发生的时候 就是你还没死 你才会害怕 因为你还没死才会有意识 你才会有感觉 你才会有感觉 你才会因为某些东西而恐惧 无论是否合理 可以吗? 所以很有趣 它说死亡是什么呢? 就是 现在你呢 要不就死 要不就不死 如果你还没死 那你怕你把鬼吗? 对不对? 还没死的时候 你不需要怕死了会怎么样 对不对? 你现在还在生日 你去这边 你还没移民 先不要想着 对不对? 你在这里生活得好地地 对不对? 好了 但是如果你死了 那万一 死了你已经没有能力去害怕 对不对? 你都没有感觉 还没死的时候 你有感觉 你可以害怕很多东西 但是你不需要害怕死亡 因为它一定还没发生 对不对? 你还在生日 你有感觉的时候 就是那些东西还能够对你有好坏的时候 你一定还没死 所以那样东西就不会是一件 怎样不好的事 对不对? 都没发生 到你真的去到那一刻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对你构成好坏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也没有害怕的理由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其实 你还可以害怕 就是不需要害怕 所以这个是不理性 你也可以继续害怕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其实没事的 你也可以继续害怕 但是呢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是不合理的了 就是他就会想跟你这样说 那你说我只知道他不合理 也没用 也不是的 就是我觉得 就是那些人 如果你失戀 你的女朋友飞了 那你敢跟他说什么? 你没有了 你人生玩完 就是你不会这样劝人 你说他走了 就找个别人 就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好了 那可能他会说 不行的 这是唯一的真正 他说不要紧的 我们这么有朋友 你才跟我说的 所以我也知道 我们这么有朋友 你也知道了 其实你说过几次了 我知道你一定没事的 很快的 好了 好了 那你想一下 好像是 他好像明白了 但是他也不会 立刻就说 那我去找个别人 如果是这样 其实他不是很伤心的 通常都会有一段时间 就是 他理性上知道 其实不是世界末日 但感受上 依然是世界末日 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你说 所以这些道理 说来也没用 又不是的 因为如果你加强他的信念 其实他永远都走不出来 你有理由相信 他一直想着 他真的很惨 我真的没有其他人 他就会一直转下去 对不对? 越转越死 但是他理性上 如果能够理解 通常过了一段时间 两边 情感的影响会降低 对不对? 你很难一路说服自己 接受一些明知不合理的东西 对不对? 要不就改变自己的想法 令自己觉得那种原因是事实 对不对? 如果不就慢慢 你就会失去那种相关的情绪 正常人一般都是这样的 明白吗? 所以这里的想法大概就是 如果理性上 你能够明白他说的东西 你博不到他 那就是你被他说服了 这样的意思之下 一个人 其实不需要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恐惧死亡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就是对我们来说 好坏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的感官经验 要我们有痛苦的感觉 而死亡根本就没有了 所以死亡没有所谓好与坏 这个就是他的明言 当我们存在的时候 死亡都未到来 就不需要恐惧了 然后呢 当死亡来到的时候 我们都不再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也没有感觉 没有好坏 就无需恐惧了 所以无论如何 你也不用害怕 无论你再生或者死了 你也不需要害怕 究竟死亡这件事本身 因为他不会对你构成任何好坏 同一个学派有另一个哲学家 叫劳克来修 当然他比较厚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很有趣 他用另一个方式来咬 如果我们怕自己死 马可二来说 我怕自己不再存在了 对不对? 我现在在存在 我怕去到某一刻 譬如10年之后 100年之后 或者50年之后 我会不再存在 那么你通常就不想死 你想再生存久一点 一般都是好一点 对不对? 你不想死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你还有三天命 假设你不想死 那么你会怎么办? 你会想办法 希望可以过到第三天 去到第四天 对不对? 可以的就是再加多一天 再加多一天 最好就是一直加下去 是否容易? 通常会这样 但是很少人会这样想的 就是 譬如我是 我随便说 这不是真的 我是在19… 90 90年的12月12日出生 我随便说 当然我大很多 那么 如果我是这样的时候 或者今天是7月10日 10日 我譬如在某一年的10日 我今年40岁了 好了 那么我如果 现在有人告诉我 我明天就会死 那我就40岁了 我中年40岁了 那我不想 我想写更多 最好42 如果是这样 43 最好就是50 80 我就再加多40年在后面 譬如 但是很少人会想的 就是什么? 我早40年出生就好了 就是如果我明天怎么也要死 那我就是40岁命的 如果从我实际上 存在这个地球的年龄 的时间来说 那么我如果想80岁命呢 其实当然 我们正常想的就是 如果再活多40年就好了 是不是? 很少人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 我早40年出生就好了 那刚好加上这40年 我就80岁了 我就满足了我的要求 我们很少这样想的 是不是? 这里很有趣 他发现了一件事就是 我们好像表面上 如果我们怕死亡 一个理由就是 我们不满意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间 太短了 对不对? 我想长一点 好像是这样 死就终结了你的生命 你就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了 那你的命就会有长短之分 我们会觉得 那些人很惨 他这么短命的 对不对? 那些小孩子出生不久 腰折很惨 因为他人生很短 对不对? 但我们其实很理所当然 在背后就算不说 那个想法是什么? 他如果可以再活久一点就好了 的意思是 如果他可以继续 不在现在死 遲些才死 我们很少人会想 如果他早点出生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这里就是说什么? 如果你真正介意 如果死亡会令你觉得是坏事 OK? 而你又觉得恐惧的话 如果他背后是因为你觉得 你觉得自己 死亡就代表你不再存在了 所以你的生命去到那一刻 就画上句号 所以你是想再活长一点时间 所以现在比你预期中短了 可以吗? 就是你那些买票进去看电影 打算他告诉你三个小时 结果一个半钟出来 那些很生气的 我预计是这样的 你这样就说完吗? 就是戏很少 有时候有些 concert 可以吗? 七八八十元买一张票 他没有讲什么时候完 你打算八点入场 还不是十一点完 最起码是吧? 你八点入场到九点开场 十点半完唱完 很多时候这些情况 是不是? 你看到外国band就是这样 有很多这些经验 那你就觉得 哇! 短了 所以就不好 可以吗? 你拿走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感觉上是 如果你真的因为这样 照样 那你也会同时 希望早点出生 是吧? 你会恐惧死亡 是因为他执走你一些东西 其实你应该很渴求早点出生 那你就会有同样的东西 但我们不会的 这里有一种不对称 对不对? 你对于死后的时间 和生前的时间 其实每个人都只是在这个地球上 存在一段时间而已 就是你不是和地球同并生的嘛 就是你是上帝化身的另计 如果在座离了 那就不好意思 就不是pire to you 但是正常人呢 你总是在这个世界的某个时段出现的 在你出现之前 有一大段时间是没有你的 对不对? 而你死了之后 这个世界再没有了 你这样看的时候 其实 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只是两段不同的 没有你的时间而已 照计你不应该特别重视后面那一段 而不重视前面那段的 明白吗? 如果你觉得后面的一个损失是这么大 你没理由对于前面 你没有早点出现 这个是无动于衷的 其实我们 对不对? 一般我们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 我现在说完了 第一 你也不会想过这个想法 第二 我就算现在说完这个想法 就是希望不会增加了你的烦恼 就是你开始不单止怕死 你还好像不断怨恨 怎么不早点出生 怎么不出生 这个不是我的目的 希望你不要这样 我假设大家听完之后 都依然不会太觉得自己在那一刻出生 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就是你真正出生那一刻出生 你说早四十年就好了 早八十年就好了 其实不是 你早八十年出生 可能你没有那么长命 因为打仗那些时候 还短命 所以这个意思之下 如果我们反过来 你用回对待自己未出生的那些时候 去看那段时间 去看你死了之后那段时间 你就不会害怕了 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坏了 因为对你来说是不关你的事的 对不对? 你未出生的时候 发生的其实跟你 虽然他的因果上可能会联系 例如你父母不相识 你生不了 但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 不会直接影响你的感受 对不对? 同样道理 你死了之后的事情 都不会影响你的感受 所以你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去偏袒 你死后的那段时间 觉得这么重要 因此觉得没有了是一种损失 如果你觉得之前你未出生的那段时间 喂,大哥 你未出生之前很长 那段时间 对不对? 由地球开始 那个损失不就更惨重? 你明白吗? 地球什么时候灭亡呢? 我们未知 但是总有一个期 但是它存在的时间 我们就很确定 肯定很长 你的损失惨重到这样 如果你这么重视这个损失 你都应该看轻一点 后面的事情 你都破产了 日元跌少少算是什么? 你明白吗? 你都应该放轻一点 跟着后来发生的事情 因为相对 如果你真的要一致 那人如果要理性 你就同等地重视两边的事情 如果你以前那段时间 你不重视 那你不应该重视死了之后的事情 对不对? 而反过来 如果你这么重视之前的事情 那么重要 后面相比微不足道 对不对? 你都不应该把它看成太重要 所以也不应该对你构成太大的苦恼 如果现在现实上是这样 是不理性的 是不合理的 那你告诉自己就行了 对不对? 慢慢你就会减轻的 然后你重视在人生里面 做一些有意的事情 明白我的意思嗎? 这个就是 他们这个想法 很有趣的 一个就是因为 你死了之后没有感觉 就没有所谓好坏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对他们来说 第二就是 死亡和出生 死之后和出生之前 那两个时段 是不对等的 我们一般人 其实的看法都应该是这样 他觉得是 OK? 所以他觉得我们不需要害怕 这个就是 Apicurus 的想法 明白吗? 这里有问题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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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讲讲中国人怎么看 庄子也讲了很多生死有关的东西 那么 我们也是 本能地对自己死亡的恐惧 就是他说的 叫你不要执着 叫你看开一点 等等 其中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明理的东西 你不执着不追求 因为你追求得不到 就很痛苦 对不对? 追求的过程本身 可能你也很痛苦 然后你会牺牲很多东西 问题就是 那些东西是否真的值得追求 就是明理的东西 所以庄子简单来说 那些明理的东西 就是第一 对你的生命 其实不是真的你想象中那么重要 第二 当你追求他的时候 他会产生很多 损失的 其实对你 对不对? 那些损失是对你真正 人生来说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其实本末倒置 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 你放开一点 你个人就会没有那么痛苦 个人自由一点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事情 好像很难摆脱 对不对? 就是我不追求明理 是比较容易一点的相对 但是我无论怎么看得开 我都会死的 对不对? 死亡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 就是对那些人来说 都已经知道了 在那个年代甚至 所以呢 我们要如何处理对待死亡 这件事 对我构成的那种困扰呢? 对不对? 如果你个人要自由一点 是我的意思之下 那庄子这里的想法就是这样 就是利用了刚才我说的 死亡虽然很确定 但是同时它很模糊 就是死了之后究竟是怎样的呢? 没有人知道 死了之后可能有东西 或者没有东西 如果有东西的时候 究竟接着会怎样呢? 可能会好一些 可能会差一些 对不对? 那我应该怎样面对? 如果没有东西的时候 又应该怎样面对? 在这里呢 庄子深刻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他有两种态度去对待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是不知道的 记住这个前提 他不是确定告诉你 死了之后一定会怎样 正正是不知道 于是如果死了之后 简单来说 什么都没有呢? 那就是 其实生死跟你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都死了 对不对? 那已经是之后的 有些像刚才那些说法 不过有些不同 等一下我们再说 另外如果死了之后 还有东西呢? 对不对? 它又教你怎样想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其实 不太重视它 对不对? 不要让它那么困扰你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说人对死亡 就是刚才说到这里 它有确定性 又有神秘性 那么 于是针对这个模糊性 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些事情会知道 就是死亡一般 我们的想法 就是总之看到一个人的器官 不再运作 身体就由一个有机体 变成一个死物 一个无机体 不再有反应 好了 那么呢 有两个可能性 当然呢 就是你看你怎么看 就是究竟 这个肉体 是不是就是你最真实的部分 对不对? 你死了之后 会不会还有一个更加真正的你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 我们每天通常都会换衣服 你很少人一换衣服 脱下来的时候 我又死了一次 之后换衣衣又生存一次 不会了 但是你的身体 会不会和你的关系 也是这样呢? 对不对? 你的身体腐烂了 还有一个你在 对不对? 可能深刻 那才是真正的你 肉体 只不过好像是衣服 对不对? 你换了 不会影响了你的人 是变成不是你 死了 变成另一个人 不会的 不然我们不会这么想的 当然有些人的衣着是很重要的 他觉得 他不可以穿几乎的衣服 他觉得会杀了他一样 但是一般我觉得 衣服这些是 跟我离开的两种东西 对不对? 我们改变衣服 不会改变了我 我们消灭了 脱下的衣服 不会令自己死亡 同样道理 一个可能性是 会不会肉体的消亡 其实不会令到真正的我消失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可能性 明白吗? 把身体看成是衣服一般 跟我的关系 OK? 不过这件衣服很难脱一点 而且脱下 不知道还有没有静的原因 那你不要乱脱 那么 所以究竟真我 是会 脱着肉体 细去就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肉体本身 可以吗? 没有就没有了 还是肉体只不过是我一套衣服呢? 脱下也还有呢? 可以吗? 于是有两个可能性 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可以看得轻一点 他教你一些方法 这个叫轻生死 如果你的所谓死亡 就是肉体 死亡而肉体 对你来说不是必要的 就是你还有一个 不知道什么的灵魂也好 自我也好 还存在的话 那就是死亡是一些 外在于你的东西 你想想是不是? 就是你要脱衣服而已 脱衣服 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害怕呢? 就算那件衣服多漂亮 那么要脱就脱了 就要穿个第二件 对不对? 这个意思是死亡 本来我们之所以那么害怕 觉得那么差 好像它是一些 和我很有关系的东西 很核心 对不对? 现在如果它只有一件衣服 那件衣服脱了 就会换 对不对? 穿到烂了就扔了 穿第二套而已 你明白吗? 这个我叫做外生死 就是将生死 变成是外在于真正的我的一些东西 当你不把它看得那么密切 你就会看得轻一点 其实同时也是 对不对? 第一种就是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觉得很大件事 他就教你一些方法去想 其实不是那么大件事 对不对? 好了 那是怎么办呢? 好了 我们可以看 第一 这个所谓轻视它 就是假设我的肉体 随着我一同死去 对不对? 就是我的肉体 腐烂 我就灰飞灭了 其实跟着它 假设真的如此 那怎么办? 假设真的我随着肉体 一同死去不存在呢? 你之所以这么着紧 其实你想想 你是不是真的 你觉得生命很重要 很可贵 死亡真是可怕 真是很差 你不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写包蛋 对不对? 譬如你上去你的家打牌 打牌 接着开着电视 要有些声音 对不对? 新闻报道 什么 非洲 阿塞尔比亚 有三万个人 因饥荒而死去 接着你会怎样? 差了 三万 吃三万 这样 人死了 三万人死了 你吃三万 他们没有东西吃而死 你吃三万 那是什么事? 对不对? 一天都有人死了 其实你不是那么介意 当然了 接着他说 三万人里面 我们发现有几个 香港移民的 你们开始留意一下 因为好像跟你比较熟 接着再听些名字 熟口熟面 他们就很担心 即是说 如果你跟你没关的人 你告诉他 你怕死是怕自己死而已 你不是对生命本身 有什么很庄严的价值 要追求维持 你不是在想这些东西 只是你把那些人看成 跟你拉上一个很密切 你只是关心自己生死而已 或者跟你有关的人 主要是这样 其他人死一般都无动于衷 或者不会有太大的 你刚好是前手上 你可能震撼一会 你在想的都是那么近 那么多保镖 没用的 而不是在想 那些人死了 好了 所以假设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想说 当你去看那段新闻 或者你听到的时候 那种反应 好像说得很凉薄 很冷酷 对不对? 我想说的是什么? 其实你那时候很厉害 你是从道的观点去看他们的死亡 行不行? 你吃三万的时候 你不是用那个角度去看 对不对? 或者其实再把故事讲得悲惨一点 就是那里说有三万人因为死了 接着你打了三万之后 这句是人家叫的 吃这样 你出冲这样 对不对? 好了 在这一刻你觉得很痛苦 在这一刻你是用你自己的观点角度去看这件事 对你来说 它构成一个重大的打击和震撼 以及你打的三万是为了跟着叫虎的 刚刚十三腰 那种真的很痛苦 那里死人 如果你称 你现在听的话 你就会笑 对不对? 你试试出冲 你现在都是某个意义来说 从一个道的观点去看这件事 对不对? 我这件悲惨的出冲事件 对不对? 但是你出冲的时候 听到那三万人饿死 其实你那种感觉反应 就类似 因为对世界来说 有三万人死了 就好像有三万只蟻死了 或者突然间有些树生 有些树发芽 树苗 对它来说没所谓是好坏的 对不对? 你只是因为你是其中某一份子 你用你的角度出发去看 然后带着你的所谓利益 对不对? 带着你的兴趣 喜好 欲望 然后看看那件事 究竟是和你的利益一致还是不一致 是满足你的望 还是令你满足不了 所以那些三万人出了事 如果挨错了 我们说关我什么事 正正是 因为他死和不死 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他对你没有关系 你就没有所谓利害 也没有所谓开心不开心 行不行? 所以你就不会介意 那说这些做什么呢? 他就很简单 如果你连自己出冲 或者经过这样 如果你连自己死 甚至自己出冲 你也可以看到这么不介意的话 因为你这样看人 他们都是人 你都是人 你这样想吧 那三万人不是人吗? 都是人 你也是人 如果他们死没问题 为什么你死特别有问题? 行不行? 要是你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你的命更重要 以前可能也会这样想 有些阶层的人是高级一些 现在我们一般都不会相信这些事情 我告诉你 原来你经贵的他们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 你很开心 但是你也不好意思 是吧? 你现在觉得自己是贵族 这些不是叫公主 是某种病 所以 在这个意思之下 其实你没有特别理由 将自己看成和其他人 基本价值很不同 如果他们的死对你来说 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性 那你用同样的态度 抽离一些 去看回自己的死亡 其实就可以看到 也不需要特别介怀 而且这个不是说我做不到 不是你做得到 你每天都做的 周围有多少人死 你多不关心 多少人受苦 你多不关心 你用这种态度 对自己一会儿 行不行? OK? 你就会发觉 他对你的影响就减低了 我们经常说 看开一点 就是什么叫看开一点? 这样叫看开一点 你抽离于自己的特定观点 不要将这个世界 以你自己为中心 对不对? 很多事情发生了 只是发生了 对不对? 有些事情可能 就是你被人抢钱 那当然很不开心 有时候跌了 钱也很猛的 对不对? 不见了一百元 我现在会这样想 那有个人可能多一百元 可能他吃得好东西也好 我那一百元 如果我跌了 如果我跌了 即是死了 然后开始消失 变得很薄 灰飞烟 那我当然很着急 你想想 你跌了一百元 其实真的没什么影响 很少人 因为那一百元 就会生死有关 但可能执行的人 是的 对不对? 空间只是转移而已 空间 你不要尝试因为这样 而拿我的东西来 我不是经常都可以用这个 道的观点来看东西的 正所谓道亦有道 所以在这个意思之下 可以说 如果你真的死了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假设 你就用这种心态去看 去理解自己的死亡 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时候 从这个道的观点 他怎么说呢? 就是我只是宇宙万万 其中一件事而已 我不是特别重要的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 就像刚才所说的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在 然后就是中间 突然间有一刻我出现 这些就是庄子说的 虽然他们刚才也有这些看法 那些希腊人 所以呢 就好像什么呢? 你又不存在 接着出生 出生接着成长 是不是? 长大了 去到某个位置 接着你衰老了 要死了 或者中间遇到一些事情 可能还没衰老 就死了 其实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草原 突然间有些苗发 可以吗? 阿生那一堆花出来 那就开花了 开到差不多一堆就借了 是吧? 花是这样的 那么 你诗人的比较敏感 就是他一开那一堆就借了 是吧? 看到一片红花开 你就想到整个凋零的画面 你可以去写诗 这些多受善感 但是 就算你这样看 也好像很平常的东西 是吧? 生死 你甚至看日月交替 四时交替 你说这些都是死物 你就看花草树木 也是这样的 你甚至再看近一点 动物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人也是这样的 很自然而已 是吧? 你如果觉得死很惨 很害怕什么 好像背后有个想法 就是你原本可以不用这样的 然后你现在要面对一个不必要的损失 你怎么也要死的 可以吗? 你再想一下 你有没有试过很不开心 觉得自己 为什么我只可以在地上生活 为什么我不可以就这样 在天上飞 就是你小时候都会想 飞得很好 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样 而觉得很痛苦 是吧? 如果我可以不用任何器材 就可以在水底里生活就好了 你不会特别觉得痛苦 就算做不到 是吧? 因为那样东西 是你的构造 不容许你这样做的 如果你是一个人 你被困难或者被咬了 你会觉得很痛苦 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你本来是懂得走的 现在你因为某些原因走不了 如果你觉得死是一件那么痛苦的事 其实就像想到 本来我不会死的 对不对? 现在为什么要死呢? 于是这个说法是什么? 其实你是要死的 对不对? 因为第一 你看到那么多东西都是这样交替 对不对? 而且不只是那些东西 你说人比较特别 你看到很多人死的 你看到别人死 那人就会死的 你就是说这些东西 对不对? 现在你只是 你不是人了 你只是提醒自己 你也是人 所以其他人会发生的事情 你也会发生的 对不对?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这个只不过是自然过程的一个阶段 本来你就是要死 现在你只是要死而已 那有什么? 你本来不能够在天上飞 现在也是不能够在天上飞 你会不会很担心 接着很恐惧 接着觉得很痛苦 不会 而你特别对这件事 会是你想不通 对不对? 你太自我中心 你太觉得自己的命很重要 明白吗? 好像没有了你全世界要灭亡 是吧? 即是有首歌叫什么? 你回去找找 有首那些旧歌叫 The End of the World 世界末日 那首歌就是说 为什么太阳还出来呢? 为什么那些浪还盖起岸呢? 他们不知道你飞了我吗? 你明白吗? 对他来说 世界已经崩溃末日 对不对? 但是一切如常 为什么会? 其实你死了也是一切如常 对不对? 可能有人哭了几天 可能有更多人笑了很久 物仪馆的生意 所以在这里 其实你这样看 只是一个自然过程 我们不会因为这些日月更替 担惊受怕 或者看到生物 生死循环 甚至是其他人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要特别去重视自己呢? 你看回头 你又不是一直都在 好像突然间消失了 很惨 你以前也不在 而你又不是本来就可以生存好 其他东西都会死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这段我不做过字解 但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你是无端端出现的 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 他训练你换另一个角度 去看回自己的生命 同意去看回自己的死亡 但是这个其实 你想真一点 不是一个这么难的要求 因为你平时大多数情况 看其他东西都是这样 对不对? 你用它来看自己 公平一点 对不对? 客观一点 去了解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计数都是这样 你小时候 我估计很有趣的是 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计数的能力 但是每一个人开始计数的时候 都不是一教就计得正好 就是有没有人是试过 就是小时候考试 就是由加数 我只是讲10级 不要讲高班一些 有没有人是10级 没有试过拿不是100分的分数 就是我考上试过100分的数学 有没有? 我估计没有 你总会计错一些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你会计错? 因为那一刻 我觉得完美 是一种缺陷 我又不喜欢有三个位的数字 出现在我的管部和训卷 所以我要做错一题 我觉得没有人是这样的 可以吗? 你写的答案的时候 你一定觉得答案是对的 这是从你的观点 在那一刻看到的事情 不过老师的观点和你不同 而老师的观点 不是另一个观点那么简单 然后你说我错 一加只有四 为什么不对? 一加只有二 这个老师是你的观点 你不应该强行 你强行把你的观点强加于我身上 你怎么教育啊? 你怎么教育啊? 那可能我会被问到 如果你懂得问这些东西 他就没有受过哲学的训练 为什么要读这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 他的观点不是只是他的观点 他的观点是代表了客观的答案 我们说 如果你们全班人 甚至都不是写过二字 你就全班都错了 那我们学习就是学 如何客观一点去看这个世界 不要被你主观的 你很多东西 可能你那天是眼花 你记错的东西 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看到什么 影响了你的判断 然后影响了你对那件事的态度 影响了你对行为的决定 可以吗?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主观 我们主观不代表我们对 有些时候有客观的观点去看 在这里对待自己死亡的态度就是 他的说法会是这样 其实这个意思 你太主观才会这么重视 你自己的死亡 然后才会困扰着你 现在我就是从你的利益出发 其实 你有没有必要受到这些困扰呢? 如果你怎样也是要死的 你怕也是要死的 明白吗? 你怕多了会不会死 不用死 不会 你只是会令到在生的时候更痛苦 所以现在 你现在从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回你的人生 你明白了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减轻你的痛苦 正所谓的痛苦 何乐而不为 可以吗? 那你继续要一直在这里休息 我也没办法 有些人是救不了的 但是只要你能够抽离一下 从一个所谓的道 就是客观一些 不以人的角度 所以在庄子里面有很多这些故事 就是 你说 什么是理想的居所 那你就在这里想一些房子 但是对猴子来说 他住在树顶很好 但是人住在那里很害怕 我完全不考虑那里 你不会考虑着水底 你不会的 但是对猴子来说 那里是最理想的居所 是不是? 不会一样生物有自己的观点 于是它有它的喜好 有所谓对它有利有害的东西 你喜欢吃朱古力 你养那只狗 你就不要请它吃了 对它来说那些是毒物 对你来说那些 对我来说那些是早餐 刚刚拍了两格 我常常随身攜大 一排朱古力 因为我不太吃东西 早上不吃东西 但是要说话好像也是吃早餐的 于是 现在大重道 世界本身的观点 就是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需要 你看回它的本性 相信它来做就行了 人就是会死的 你这样看回自己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好像日夜那样 他说 但夜之常 好像春夏秋冬这些 就是那个意思 好了 你说不是 对啊 可能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这样就算了 对不对? 但可能不是这样的 如果死了还有东西静 那又怎样呢? 第一 如果死了还有东西静 你应该没那么害怕 其实刚才你是怕没有东西 你不是死 你搬家而已 对不对? 你的身体就是换衣服而已 那有什么问题呢? 那不是很重要的 假设 只是肉体的我死了 但是真正的你继续存在 好了 所以肉体只不过是外物而已 就是衣服一样 那怎么样? 身体如衣服 那死亡就是你改变了一个形态 换另一个形态 就是你当作投胎 那可能投胎做其他事情 那时候那怎么样? 只要你安于自然的安排 就是你去到某个位置 这件衣服 就是衣服也是这样的 你不可以穿一世的 你想想对不对? 就是你想想那些小朋友 他喜欢一套衣服 你买衣服给他 他不喜欢固然很烦 哭到死了 他喜欢中饭 因为他是小朋友 那怎么样? 他会大 金态衣服很漂亮 我最恨别人出生 就是送衣服给那些BB 他都没开始穿 他就已经不适合穿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BB 可以买一些初生金态衣服? 可以啊? 那你买吧 买完之后你难道立刻探他吗? 你过多久才能约到 接着一会儿又说 Covid不行 接着约到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很久了 也不是说一岁了 可以吗? 他现在半岁了 你给他的时候就不能穿 为什么呢? 是吧? 他会大 但小孩很执着 可以吗? 他喜欢那件衣服 BB也还好 可以吗? 你只是浪费了衣服 现在说的是一个可能两三岁的小孩 他很喜欢那条裙子 他就天天都要穿 去哪里都要穿 是这样的 很执着的 除非找到第二条更喜欢的 否则 他大了穿不了 都要穿 都要穿 不行 穿不了 你跟他讲道理 不行 不行 没有道理说的 那你死也穿不了 那你笨蛋了 第一你穿不了下去 穿到你也不舒服 还有 你想想 你一件这样的衣服 如果穿都穿不了 不可能漂亮的 你喜欢它什么 是吧? 你是以前穿下去觉得它漂亮 现在你穿下去 它变成口水尖而已 那条裙子 遮不了你 遮不了你的胸口 你不要坚持 那是很不理性的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换 衣服到期就要换了 你的身体也有限期 那到期就换了 那换了是不是? 于是换了 你又怕别的东西 会不会换得差一点呢? 或者另一个人生 不一定是换了肉体 可能你投胎 变成一只鸡 那怎么办? 我吃这么多鸡 我经常去KFC 这次死定了 有报应我相信 所以我不想死 不想死 不是因为怕灰飞烟灭 而是怕油炸 对不对? 更恐怖 所以他告诉你 你也要这样的 到时你自己可以选择你穿的衣服 但是你的肉体这套衣服 就不到你选择了 这是一个度的安排 一个自然的安排 到时候 假设你还有东西剩下的 他会换另一套衣服给你 我们看到很明白的 就是肉体会腐蓝 没有了 那如果你觉得 要么就是灰飞烟灭 第一个案子 第二个案子就是 那就是你会有第二种生存的形态 明白吗? 那就是换另一套衣服而已 简单来说 虽然你不知道会换了什么 可以吗? 所以第一 就是你应该这样想的 你现在不应该想 接着套衣服是怎样的 就等于那个小孩 跟你说 不适合穿 那套衣服不行 为什么? 除了我喜欢之外 其他人穿了不会好看的 那通常你怎么哄他? 试试吧 你黑社会也是用这些方法 吸引人食毒品 你试试吧 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对不对? 我说不行 我们会觉得这个小孩太固责了 为什么? 你用回你现在的角度观点 考虑、喜好去看 那你当然会喜欢现在的衣服 但是问题是你穿不了 事实上你已经没办法 再用这个观点去生活了 简单来说 到时你换过另一套衣服 你就是另一个人 你可能就会 你要学一下 用另一个角度去欣赏那些衣服 行吗? 你现在看起来很尴尬 如果你 幸好我当年 你看起我小时候穿的衣服 幸好我没有坚持 我记得我喜欢这些裙 如果我越穿到现在我就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一样 你现在觉得这副身体很好 在这里生活 假设 你怎么知道 如果我假设还有东西 你换另一套衣服 而不接受就是你自己拿来的 对不对? 你学一下欣赏你那套衣服 所以这里很有趣 我不再说了 但是你安于安排 接受那新形态 譬如如果我死了之后 身体没有了 这个道将我穿左手化为鸡 变成怪兽 那又怎样? 我变成了鸡 那我就报事 每一天都在看 就是 如果右臂变成了一个弹弓 我就打小鸟来吃 或者打小鸟 接着 我不知道这个屁股附近 这个盆骨 或者变成了一个车 那我就当自己是一辆车 就是说 你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 它也很有趣 它变成一些非人的东西 第一 甚至你可能投胎做另一个人 其实也是类似的衣服 我也是喜欢日系的衣服 我只是换另一套 换一只颜色 现在有时候大不了就是换韩服 再换一些古怪的 或者不穿衣服 都没事的 他这里讲的已经是古怪的了 你变成了第二种生物 甚至是死物 到体现在每一样东西 你可能就会变成了一瓶水 那就被人喝了 那喝了就没有了 不会的 因为你喝了之后 它变成了其他东西 又会在这里不断循环 你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如果这么说 所以你现在回头看 为什么你会笑自己小时候 甚至 或者那些小孩 因为你以后他也会这样看 就是你从一个很抽离的角度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阶段 你何不 即他现在这么介意 这么痛苦 哭到Felive 要生要死 真是 他很真实 那种要死的 说要和他的衣服共存亡 那种感觉 在那一刻 但是你知道 这个只是整个漫长的历史 其中一个片段 而这个片段会不断重复 不过是不同的事情 但是当你抽离头看的时候 每一次的这些呼天抢地 都是多鬼鱼 对不对 你都会后悔自己浪费的时间去哭 对不对 你那天就是因为哭了 所以才胖了 跟着才认不到班 跟着才认识那班朋友 跟着才搞到今天 其实 对不对 早点就不要这么执着 对那件衣服 你明白吗 所以在这里 你只要接受当时他给你 你有得选 还要想想 会不会选择 选错了要自己负责 现在在说的是你死亡 这个你不能控制 不能决定 换什么给你 你就接受 对不对 你不接受就自己痛苦 纯粹 不接受都要接受 明白吗 这个是你控制不了的自然的安排 OK 所以这个意思之下 你就要把它只看成两个阶段 有时候好像你当做梦醒了 你当之前是一场梦 现在醒了 死了就好像之前发了一场很长的梦 现在在另一种阶段 另一种生活 好了 所以你不需要执着 一定要忧虑 现在究竟 到时没有了 要转成另一个形态 明白吗 好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 真正是不知道才好 可以吗 如果你知道换那套衣服 一定会很丑样的 那当然是无谓 现在不知道 好和坏也有机会 起码你没有什么理由 特别去担忧 甚至 如果你觉得怕第二天很差 那你的所谓差一定是有比较 就是有比较才有痛苦 对不对 那你跟什么比较 那你跟现在比较 你现在生活得很好吗 你想真一点 就是你可能也不是很坏 但是你是不是很完美 一些不好的东西都没有 你死了是没有了一些 现在你有好的东西 但是也会没有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而且通常你越追求长命 你越长命的时候 那个状态越不好 对不对 你会再多些病痛 就是你有这些东西 其实他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 但是 你想想 也不是长话 你看看壮志那些东西 他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什么 七国这么乱 是literally 真的七国这么乱 那是战国时代 那七国打得飞起 根本就很差 可以吗 如果死了 还可以有机会转去其他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很多时候 你移民也是这样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好不好 现在够糟 先转了 起码有个希望 可能是这样 可能也比较差 但是不知道 所以你不需要特别担心 有需要的时候 你又不是要主动去 因为第二 你要记住 这个你无可避免 你到时候就要去 就要去 都没得你选择 只是现在你用什么心态 去进入另一个阶段 如果有 你明白吗 所以他说可能 而且会更好 对不对 所以他说了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说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就是和番的故事 以前的人很喜欢这样 跟一些爱 就是我们中国人 以中国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心 外面那些叫做蛮夷 对不对 好了 有时候蛮夷的问题就是 他比你还好 他比你还好 所以你就要建立邦交 建交最好就是什么呢 就是送礼 送礼用什么做手信最好呢 就是雷人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就送公主过去和番 那时候流行 对不对 公主做公主 大哥在这里 你送去和番 那就很惨了 于是知道了 没有办法了 父皇派了我一定要过去 超军出赛 那种 那种 我做公主在这里很好 那就过去那些野蛮人 对不对 你的形象就是 他们那些衣服都没有 只是瘦皮戳着 你想想那些是原始人 就是拿着棒在那里敲 那些 但是也很不开心 觉得现在我是这么雍容华贵的一个公主 那就哭哭哭 临去之前知道了 三个月不断地哭 对不对 很担忧 终于 丑虎都终须见究 那些大日子终于来到了 那些人就来接他走了 接着接接接接 一路在桥子 一路在桥子里 一路看不到 接着到 到处了 公主这样 一打开 原来那个番帮叫法兰西 那些王子出来 哇 法国王子 大哥 很英俊 他发觉那个是法国的王子 很英俊 接着 原来他们已经很尊重女性 你想想以前做公主的那些所谓公主 你不是以为真的很过瘾才可以 对不对 其实也是一件货 最后被人这样买 还有要受很多深功的规矩 等等那些 看到很多宫廷的斗争 对不对 去到法国的地方 巴黎铁塔等等 接着你想想 我哭了三个月 真的浪了眼泪 你明白吗 那时候他对了番帮一无所知 对不对 是有可能差的 但也可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你现在想起来 你会不会想一下 其实他也是叫你离开现在的观点 你尝试从远一点 厚一点 或者抽离一点 看一些可能性 对不对 你通常这么介意自己 现在要死 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一定是你很盲目地觉得 第一 你不死是可以控制的 第二就是你现在生活得很好 第三 死了一定很惨 所有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 尤其是第一个 你控制不了 因为这个是 所以你怎样都要死 死了之后 你控制不了 所以你连估也是没什么道理 既然也没什么道理 那你估它好一点也可以 对不对 你要估它坏一点 是你自己要这样想 就不是事实真的是这样 OK 所以当你能够这样看 你就会将这件事看得轻一点 对不对 没有那么重要 对不对 你将第一肉体的生死 就已经拋开了 不过你还担忧跟着那些阶段 对不对 你用这个角度来看 就没事了 这是一个装置的处理方法 行吗? 清楚吗? 也是叫你不用害怕 有些更厉害的 我们回去 苏格拉底和帕埃图 他甚至觉得死亡更好 在某个意思之下 当然他们这些会有更具体的看法 对于死亡 第一就是 但是我们分开 苏格拉底和帕埃图有些不同 当然他是两个人 但是一般来讲 讲一些知识 就是我们怎么知道 苏格拉底这个人呢? 就是透过在帕埃图的著作里面看到的 苏格拉底自己没有写东西的 那我们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做了什么 如果我想知道 为他想法应该这么说 我们不知道 就是我们通常了解一个思想家 就是看他的著作 苏格拉底没有著作留下 那么 帕埃图但是很有趣 作为他的一个追随者 他写的那些著作呢 就是一些对话录 就是说苏格拉底不断 主角不是他自己 是苏格拉底 就和阿典城邦里面很多名人 祭司、政客 去讨论很多 这个城邦的一些很核心价值的问题 讨论什么叫公义 什么叫友谊 什么叫爱 那些 这个对话录呢 里面呢 苏格拉底就会是其中一个角色 跟人们聊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将 苏格拉底说的东西 有些是苏格拉底的想法 但是有很多其实是 帕拉图屈下去的 明白吗? 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卫斯里 你别以为艾康真的这么英俊 才行 我小时候真的有这个幻想 跟着破灭了 看到这个照片 觉得很痛苦 以后不想再看 你再想不到一个这样的人 怎样可能精通各种语言 以及一些武术很高强 那些 他是个角色而已 对不对? 但是当然 他拿它来做的角色 也有些恩由 因为最初 其实他也是 透过这个著作去记录 他对老师的一些记忆 以及他的一些想法 当然他后来自己 发展了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就顺手也屈下去而已 既然是连续的故事 真情去到一千集 那么 开始他将自己的东西加进去 好了 苏格拉底和帕埃图 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 先讲了 苏格拉底就觉得 他们两个都会觉得死亡 所谓死亡 我们都是只我们知道的 就是肉体 不再运作了 消散了 对不对? 至于死了之后 还有没有所谓的灵魂 是继续存在的呢? 对不对? 就是我们讲死亡的时候 这是一个问题 总之死就是指肉身消亡 OK? 好了 对苏格拉底来说 人死了之后 还有没有一个灵魂继续存在呢? 他就不自可否的 就是他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立场 他不觉得一定有 帕埃图就觉得灵魂不灭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态度 但是帕埃图讲的也是 透过苏格拉底的嘴巴就最糟糕 对不对? 所以稍后我们会分开他们两个来说 一些事情 苏格拉底的想法是建基于 其实我不是太清楚 死了之后会怎么样 但是我也觉得 不需要太着紧 或者太紧张 帕埃图就甚至 如果你觉得死了之后还有事情 那更加有另一种看法 所以我分开他们 明白吗? 好了,苏格拉底是怎样的呢? 就是他 刚才我说的 就是他很喜欢在城邦里面 之所以拍一图社会对话录 因为他真的很喜欢 周围和人聊天 本人 对不对? 因为那个神域很出名 就是说 他跟一个朋友去黄大仙求签 那不是黄大仙 那是阿波罗那间庙 那他就说 那些朋友通常是这样的 你跟我看看他有没有人追 就是又不问自己 又喜欢问人 那一个朋友就问他那个求神域 就是那些求签 类似的 神域就是神讲的说话 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的 在阿典 那神域就说 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更有智慧 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OK? 那是没理由的 可以吗? 苏格拉底不是吧? 很多东西都不懂的 就是你说最聪明 就是我知道了所有人不知道的东西 我很多东西都不懂 第一 这个东西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神域 不是你的朋友吹的 神第一 不会说谎 第二 他不会搞错 你如果搞错了 不行 你的朋友可以搞错 神不可以搞错 他会骗你 神不会骗我的 可以吗? 所以他说的一定是真的 但是这句话一定是假的 因为从我的经验 我知道很多东西我不懂 就立刻想到 可以吗?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要求证 求证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跟别人聊天 我发觉我有些东西不懂 我就找一些懂的人问一下 他回答我 我就知道这个神域 不应该照字面讲 因为神域的东西 王大师求知签给你 我可不可以参加这个课程 百牙碎琴 就是怎么样? 对不对? 他给你这样的诗 你不知道什么事 最要紧的 所以求签就是不用钱的 解签才要 对不对? 你求就没用了 你不来找我 对不对? 我给你免费在这里戳 有什么所谓? 好了 所以呢 神域的东西很少这么直白 他一定是有忍含心意的 有机会 那当然了 可能字面上是不承受的 可能太小看自己 可能我真的很厉害 不知道 我真的没有求证过 所以第一 他就跟别人聊 聊的时候就看看会不会弄错了些东西 意思是 会不会我自己很厉害 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要谈过才知道 认真 他发觉呢 于是他找一些 如果万一真的发觉 原来 我是真的最 或者如果真的证实到 因为字面上是对的 或者如果错的时候 我就想一下背后 会不会有其他心意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于是他就看看自己不知道什么 他说很多重要的东西 我都不知道 譬如什么叫公义呢? 于是他就找一些 知道什么叫公义的人去谈 那些什么人知道呢? 一些政客那些 因为你建立一个城邦 一个城邦最重要的就是公义 就是没有公义的城邦 就等于死了那些 于是 如果政客是负责建立一些制度 法律去维系他城邦 那么他最重要的 追求的首要的任务 就是令他成为一个公义的地方 那就是他要知道 他不知道 就是他做出来的不公义 或者他不知道公不公义的 那我们一起生活的 跟着那些规则 我们会不会做一些很责格的事情 对不对? 手法但是做了错的事情 也不行的 于是他就要找那些 你找一些政客去问 那你问他 你问他 你知道什么叫公义? 你猜他怎么打? 我也不知道 打一份工而已 要搭哲学的吗? 他不会这么说的 就是政客 他不是公务员 那些政客 因为雅典很小 那些人真的参与制定那些政策 那些事情 我没理由不知道 而且我应该觉得自己知道 我就是觉得这样的运作是最好的 对城邦来说最理想的 这个就是公义了 明白吗? 好 于是他就会觉得他知道 然后他就会给一个答案 然后他就会质疑他 然后他去讨论 可以吗? 那些对话就记载他这些讨论 然后他讨论的结果有两个 第一就是他发现那些人真的不知道 就是他说自己知道 然后再问两句 原来回答不了 可能一个人是这样的 我就问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这样的 第三个也是这样的 明白吗? 那么我问其他问题 不问公义 知不知道什么叫勇敢? 那什么人最勇敢? 那些士兵将领 是不是? 然后他说完又是不行的 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勇 什么叫魏 什么叫忠 那些基本价值 你跟他谈 答不了 就是问了两句 你质疑他 接着他答不了你的 可以吗? 接着他发现 开始明白 真的是真的 真的没有人比我 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我知道了 就是所有人是否知道 什么叫公义 什么叫勇敢 他不知道 不过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不知道 其他人一开始以为自己知道 还跟他讨论 接着又不过 你明白吗? 所以我终于都明白 神语的意思 神语是在说什么? 就是类似那些 这位同学 你们这班 终于出了一个 成绩好的人 他有49分 这次差点 他是不是在赚这个人 满回100 这班 整班蠢人 最厉害我都不合家 你明白吗? 在雅典最聪明的人 就是苏格拉底 因为他是唯一 一个知道自己无知 知道自己不足的人 其他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 人类的智慧是什么? 不是你了解这个宇宙的傲秘 是你明白自己的限制 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就以为你知道很多关于这个宇宙的东西 讲到似层层 大言不惨 所以人的智慧只是很渺小而已 这是第一个结果 他发现了这个道理 第二个结果就是什么? 得罪了所有权贵 你可不可以跟什么人谈 于是后来被人搞到告上法庭 还判了死刑 总之 中间过程不说 好了 被判死刑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制度是一个民主制 真的不是我们的制度 那时候会是 在制度里面 所有大小事务的承邦 不是很多人的 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投票决定 包括收桥铺路 或者打仗 外交 国内政策 还有 如果有人犯法 也是这样 捉上了一个广场 然后告他的人 就说出他的罪状和证据 然后他可以找一个人代表他去反驳 不过他就没有找人代表他 因为他得罪了那些可以代表他的人 那些就是跟他谈的那些人 懂事的那些人都谈过 而且他这么喜欢讲话 他就喜欢自己讲 对吧 于是他为自己自辩 然后在那里 他就会讲自己的立场 然后讲反对的理由 就是我没有罪的 然后大家投票 全部在场的公民都可以投票 就是所有雅典公民都有投票权的 这个民主 但是雅典公民不是所有雅典人 不包括奴隶 不包括女人 不包括小孩子 只是男性 成年男子 但是不分贵战 OK 都有投票权 然后投票权之后 你觉得他受不受欢迎 这些人 投票最重要就是受欢迎 就是Mirror 投票权人都没事 可以吗 但是苏格拉底去 就什么事都死刑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他 于是他在最后判刑 就要讲一个 speech 就是他不断很多是讲的 臨死都要不断讲 因为讲话而被人捉上法庭 因为讲话而死 所以也要讲下去 就好像我们这些也是这样 所以他被判死刑之后 他也要跟支持者讲一番话 可以吗? 你们不要难过 为什么 他说我一直在自变的过程里 讲一些恩由 讲我的理由的时候 他说我小时候一直有一把声音 他在提醒我 如果我做错事他会告诉我 我刚才一直说也没事 就是说 其实我刚才说的事 虽然导致现在的结果就是我要死 但我没有做错事 对不对? 我做错事那把声音会提醒我 很重要的是什么? 即是死呢? 甚至他会这样讲 有些人因为中间的过程会说 其实搞到自己这样 就是跟别人谈起这些事情 是吧? 又没有好处去改变了些什么 而且又搞到自己身陷 就是被人控告 还要有惹来杀身之和 对不对? 正经的事情你不做 对不对? 搞到自己面对这些死亡威胁 那为什么呢? 所以大家有一个回应在这里 就是什么 死了会怎样呢? 其实我们不太知道 但是如果你现在因为要避免这些 不是好之 就是不是好之 甚至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如果你为了要避免死亡 而做一些肯定他觉得不对的事情 我没有理由去为了一些不知道好不好的 去做一些肯定错的事情 对不对? 可能我现在在这里说大话 或者可能他动之以情 骗你们 说服你放过我 对不对? 那可能是可以的 但我避免的那样东西 究竟是否值得这样去避免呢? 你明白吗? 好了 所以在这个意思之下 他会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死还是不死 是究竟 我不是说要无端端走去死 但是如果是要死的就是死 对不对? 如果要做些错的事情才可以不死 就是不做的 对不对? 他的立场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 如果那把声没有提醒我 说我刚才说的东西有问题 那就是我说的没有问题 只不过刚好让我死了而已 那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宁愿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都不可以做一件错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说 但是就算是这样 要死了 其实死了是怎么也没人知道 有两个可能性也是 第一就是死了之后灰飞烟 那就正了 所有烦恼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永恒的平静 第二就是什么? 可能灵魂继续存在 更正 那就是不只是我 就是我死了有灵魂 其他人死了就没有 那就是很多那些河马那些 就是不是那些动物 就是希腊有个很伟大的诗人 叫河马 那就是很久死了 就是苏格拉特无缘相见 以前死了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诗人 我就可以捉住他们去聊天 就是现在我只可以聊 就是他死了都不可以被人安宁 你明白吗? 你写诗的?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诗? 你知不知道文学? 我来谈一下 你以为你知道吗? 那些那些 我想死了安静一下 苏格拉特也落下来 那所以呢 我就可以跟不同的名人的灵魂在这里再交流 更正 对不对? 他为了聊天而死 原来死了可以继续聊 简直是大掌赏 对不对? 你明白吗? 对他来说这不是惩罚 所以在这里 他没有说一定会这样 对不对? 只不过是既然 死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 要不就什么都没有 就永恒平静 都是好事 甚至再正面一点 对不对? 甚至不是说没有就没有 这么简单 而是这样一种永恒的灵情 或者根本就是好事 还有额外的快乐 对不对? 可以跟别人聊天 所以你看到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 简直是更厚一点的时间 所以他可能也觉得这些 你不要这样 就是没有人相信 你只觉得没有了就算了 好了 所以呢 还有很有趣 苏格拉特死的时候 他有个弟子问他如何撞他 苏格拉特说 他是被刺毒走而死的 对不对? 他服毒之后 他说如果你死了之后 我们怎么处理你的尸身 或者怎么处理你 他说你怎么处理我? 如果死了之后 我都不在了 你是不是指那块东西 对不对? 就是指那个尸体 那块东西 如果死了也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死了 你怎么对它也没有所谓 你明白吗? 不需要特别问我 我怎么处理那块东西 你不敢问我 那还有公园那张长椅呢 这关我什么事? 你明白吗? 我死了之后 我的身体 和公园那张长椅 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喜欢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如果他阻止你 就拿走去 他发臭 你难道还放在那里? 那你自己想办法 是你觉得他放在那里 有什么影响? 你觉得很漂亮 你就先放在那里 对不对? 装饰一下 苏格拉底像 好了 所以呢 如果剩下的只是尸体 你怎么对都可以 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他临死之前 有个遗言 然后就吩咐这个弟子 他欠了 这个叫Aclinopius 这个是一个古希腊的医药 就是Medicine God of Medicine 药物治疗有关的神 他就叫他 我欠他一只鸡 记得和我还神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大病去医药他 不是啊 他现在这个遗言 就是他死了之后 他觉得要找一个弟子 他自己做不到 就去帮他献祭给医药之神 医药之神是医病的 那你什么时候会还神呢? 就是他做了一些事情 你才会还 对不对? 那他帮他做了什么呢? 你看看他什么 财神他给你发达 你就还神给财神吧 他是医药之神 就是医好病 医什么病? 就是生命这个病 对不对? 死了就不需要再继续受到生存里面的割阳 苦难 困扰 对不对? 所以他将这件事视为 就是人死了 一般觉得就是你最 就是你病都惨了 但是你病其中一样 除了不喜欢病 中间的痛苦 你再害怕的 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自觉 怕绝症 这是两样东西 绝症不一定是痛苦的 痛苦可以拖很久 而不会导致你直接死亡 对不对?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怕病是怕死的 对不对? 病令我死了很惨 所以死是比病更严重的一个情况 你宁愿死还是病? 譬如这样 那当然宁愿病 我不想病 我想健康 但是如果死和病选 我宁愿病 对不对? 你不割这里 就会死的 割了 就会身体很虚弱 那你选 那当然割了 虚弱而已 可以吗? 所以呢 很有趣的就是 现在他不是病 他是死的 死是比病更惨 但是他怎么看死亡 死亡就是以后不用病 他将这个体性医治好 是一个传血的过程或状态 明白吗? 所以他才要还神给医药之神 很有象征意义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故事也很有趣 顺便说一下 所以死亡就是从生存 本身就是一个病 对不对? 来康复过来 那么在这里 帕拉图再发挥得更厉害 就是他会甚至 因为他觉得灵魂是不灭 是的 那么他会认为哲学 当然这个可能也是 最初这个部分 都是跟苏解底的想法都有关 就是他觉得 灵魂呢 哲学是一样什么呢? 你去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哲学其实一般我们说 Philosophy 这个英文字 就是来自希联文两个字 一个就是前面的部分 philo 就是爱 love OK? 后面Sophia 就是Sophia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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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怎么讲英文 有没有人叫Sophia 如果你有朋友叫Sophia 他们很囂張 我的名字就是智慧 对不对? OK? Sophia就是wisdom 对不对? 哲学就是爱智慧 所以你追求真理 追求智慧 好了 追求真理智慧 一般他们的想法都是人 分为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 你看医生是照顾你的身体 对不对? 有病医病 没有病保身 对不对? 但是人最重要的不是身体 是灵魂 对不对? 一个人好人还是坏人 不是看他多大胜 多英俊 是看他的品格好不好 是看他灵魂的质素 不是身体的质素 对不对? 身体不好是不好的 但是这不会令他成为一个贱人 对不对? 你这么差的? 你不会这样 贱格是说你的灵魂的品格很低 贱就是低 低于人应该有的水平 这样叫贱格 对不对? 好了 如果两样都好 当然是理想 但是当灵魂和身体有冲突他们的需要的时候 即是你吃得饱着得暖 可能需要做一些事情 是伤害你的品格的 对不对? 对法埃徒来说 你要选择的永远都是你 真正的你 人最核心的部分是灵魂 对不对? 你是不应该为了肉体的利益 去牺牲你的灵魂的品格 对不对? 独自学就是要学习摆脱身体对你的枷锁 OK? 甚至这个不是哲学 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科目 你不要想到那些 要读帕拉图什么什么 他是帕拉图 他不会读帕拉图的 第一 第二那个年代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科目的区分 他们都是追求一种智慧 对世界对人有一种理解 正确的理解 对不对? 好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一些事情 就算普通人都是这样 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 你小时候都是这样 你小时候看东西 就是跟孩子或者小孩 就是要跟他玩的时候 最受欢迎的游戏是什么? 最简单的 就是玩符渣 这些 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对着大人做得很无聊 但是对着小孩是很合理的 为什么? 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是不存在的 现在你是存在的 你瞬间转移 对不对? OK? 对他来说 他眼睛能看到的就是真的 是存在的 看不到就不存在 可以吗? 小孩真的是这样 当你年年拜年的时候 刚出生就玩了两年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开始大 就是你再这样做的时候 做什么?表哥 他一个很不舍的眼神 看着你说这句话 你就知道完了 这样 不可以再做这些事情了 你开始要变一些 他看不出的魔术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就是 我们其实不断地去学习 譬如 我们如果从我们的眼睛去看 看到的就是在这里 看不到不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就是世界的全部 看到的就是看到那些东西的真相 但是第一 你坐在这里看着我 你看不到你后面 对不对? 你看着这里的时候 我是比较小的 相对于坐在你旁边的人 但是我走过来的时候 我变大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我实际上 没有变大变小 就是你去七十一买 开我家 麻烦你给那段时间开我家 那段时间是吗? 红色那段时间是吗? 是 拿下来的 我不是要这段时间这么大 我要比较小一点 你给我比较小一点 为什么要给我比较大的 不是的 是同一段时间来的 隨便吧 先生 你要哪一段时间? 是不是这段时间? 我指着 是 我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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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给我比较大的 为什么? 神经病 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构造是这样的 对不对? 转一点的东西看下去 是看下去的 是小一点 近的时候大一点 你懂得笑 你知道它没有变大变小 我问你 但是你见到什么? 你见到的依然是软一点的小一点 买到来的时候大一点 只是你不相信你的眼睛 或者至少你修正了 我们经常说 你说的是 眼见为憑 你不是这么想的 其实 你是不断修正你看到的东西 给到你的资讯 对不对? 人就是眼睛 因为它的构造是这样的 所以令到你看到的东西 有这种性格 有这种特质 而那个不反映过事实的真相 对不对? 假设我们相信那段时间 没有变大变小 对不对? 而只是你和它的距离改变了 而你的眼睛的构造 对这种东西有反应 对不对? 所以你见到那样东西 改变了它的形态 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的 我拿着这个东西 我这样移动的时候 其实它不断不同的样子 对你来说 但是你知道它没有变成样子 它一样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面 刚才你看到 现在看不到而已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 他说的所有东西 他对世界的理解 全部都是他的眼睛 当下看到的东西 他会很奇怪 对不对? 你和他沟通不了就是那个人 买向后交都买不到 对不对? 我们已经正常人 我们怎么做到这一步呢? 其实我们是学习摆脱肉体 对我们的限制 我们小时候肚子饿就怎么样? 咬身边有咒口的东西 对不对? 看到你现在肚子饿都要吃东西 小时候肚子饿都要吃东西 但是你现在会分 什么可以吃的 什么不可以吃的 什么可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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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过面包店 有时候都会不自觉肚饿 你不会摆脱那个包 你不会的 你会知道要拿出来 经过某个标签 拿出另一些东西放下 然后才可以拿走这个包 出去才会吃的 对不对? 我们是学习控制 不要让身体的即时冲动 去主宰我们的生活 我们是学习 不要让我们的感官 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的样貌 去欺骗 然后要知道 这个世界真实的一面是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的是摆脱肉体 对我们的认知上 和行动上的束缺 最彻底的摆脱是什么? 死亡 可以吗? 所以死亡 是摆脱肉体的一个过程 当然它再加上了一个信念 就是灵魂是不灭的 所以真的有了摆脱 如果你只是死了 什么都没有 就不叫摆脱了 你是和身体一起死的 他会觉得灵魂是独立于身体存在 所以在这个意思之下 当一个人死 其实你读自学 就是在平常人 都已经不要读不读什么 你都一定要调节到自己的灵魂 是能够摆脱肉体各方面的误度 是不是? 你学习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读书是很奇怪的 不是奇怪的 无论你读什么科 都是越读越抽象的 这些东西 过不过? 你最初学习的数字 就是看到一辆两辆车数 但是你知道 一加一等于二 不是说一件东西一支笔 两支笔 学的时候要这样学 一定要看到看到 但是你不会说 我推翻了这些数学 我昨天买一杯雪糕 然后再买一杯雪糕 现在你知道有多少杯雪糕? 是没有的 一加一等于零 或者一加一等于大一 是不是? 我推翻了数学 不是的 你真的计算数 就不是这样计算的 最初学是这样学的 对不对? 慢慢你知道跟你看到的 是没有关系的 你是不断去摆脱 你看到的东西 造成的一些误度 干扰 然后去把握一些 比较普遍抽象的原则 和原理 你读什么科都是 对不对? 你读经济 不是教你花钱的 对不对? 是教你了解 人分用次元背后的原则 对不对? OK? 所以呢 什么叫做抽象? 相反是具体 你透过你的感官身体接触的东西 就是具体 对不对? 你的思想灵魂去把握世界 是要把握它最基本的原理 这个才是真相 对不对? 平常人学习都是这样 读哲学就要更加了解 原来这件事是一件这样的一回事 然后你就要知道 原来我最大的敌人 我本来只是想控制自己 不想做一些 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不对 究竟什么是不对? 什么是不对? 我不知道 我觉得有时候会看错东西 做错判断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我们不知道 哲学家就去反省这些东西 要找对错的判断 是非的判断 真假美丑的判断 其实 当你真的找到 再全部都了解背后的意义的时候 即派出图的想法就是 你就明白 其实最终你就知道 原来一切这些东西的错误 或者那些困难或者什么 都是由肉体而来的 所以你要掌握精神 直接能够把握的那些什么 就是世界本来真是面目 所以你就明白到 原来精神的灵魂 一直被困在身体 它叫什么? 身体就是灵魂的监狱 死亡就是摆脱这个监狱 所以不需要害怕 甚至你读治学就是预备死亡 所以治学家本来表面上 就是追求美德、真理这些东西 慢慢你发觉 其实是追求那种离开肉体的控制 那种自由 明白吗? 所以在这里 身体的限制 会阻碍人对真理的追求 感官 会扰乱你对真理的认知 你的很多APP 就是欲望那些 就是来自身体的 就会影响你 你本来有些东西你明明觉得 就是我很喜欢吃薯片 所以吃到失声 那你知道第二天要参加歌唱比赛 而你不是走徐小峰 或者一些Heavy Metal路线的 你是搞小青生的 那你把声音都参加了 唱不到就死了 你又想赢 那理性上你就会告诉你 不要再吃了 是不是? 养声吧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会吃到这样? 因为真的很好吃 于是你就会挣扎 很多时候 就是你明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想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人家不让我做 就被迫不做 但是更多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人逼你 你自己也知道 有些事情你很想做 但是你知道不应该做 那不应该就是来自你的理性 你的灵魂 对你的身体产生的欲望的那个拒斥 明白嗎? 人在这里不断挣扎 才有对错的问题 如果你只得欲望 就顺着做 没有对不对 就是做到做不到 对不对? 你想见到那条链多漂亮 就拿走去 因为拿到拿不到 就被人打伤 没有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就是 你明明知道自己偷到 但是也觉得好像不太妥 有些事情你觉得是不应该做 所以在这里 这些欲望会妨碍我们 我们有个理性的判断 觉得应该这样走 但是你的欲望 可能会指向灵里面 你就会挣扎 你有时候会跟着这边 因为欲望的力量很大 对不对? 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人 就是要控制一些欲望 很多时候是 带回你一边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呢 死亡 其实就是灵魂脱离身体 其实反而就是灵魂的淨化 就是灵魂 就是负责帮你理解做决定 但是落入了这个身体 就受到身体一个不好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才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做一些错误的判断 所以死亡是灵魂最好的贵宿 就是现在生存也不够好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 死了也不一定差一点 现在说的是什么? 死了更好 不过 不是叫你听完就死了 因为 如果你还没读哲学 最重要是这个 你还没读哲学 你就未明白刚才的道理 对不对? 那你死了要轮回的 就要回到身体 你还没明白 对不对? 那点是要明白了 你才知道原来要摆脱身体 那所以呢 死又何去何从 要视乎你生前怎么过 就是哲学家就可以安心死的 对不对? 安心出行 真的可以安心去死 可以愿意接受死亡 所以你反过来 你可以用来解释 就是说解底 虽然他不是觉得 真的会还有一个永生 但是当他明白了这些 他知道他有个点子一样而已 我一直以来追求真理 追求善 正确公义 其实到最后 都想摆脱肉体而已 那你求人得人而已 对不对? 虽然跟着做不到其他东西 但是那些已经不重要了 其他 为什么你要做其他东西? 有什么你会损失? 我不可以再吃东西 是吧? 不可以享受美食 但是为什么你要吃东西? 吃东西是为了你的身体 可以支持你继续运作 然后你可以去思考 有什么是真假对错 当你已经明白了的时候 就不重要了 对不对? 吃东西不是为了吃东西本身 不是无止境延续你的自然生命 这个没意思 对不对? 动物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人应该是这样 如果人上班之后去找食 是很悲哀的 对不对? 你只是满足最基本生存的需要 而当你了解了一个真相之后 其实那个就不重要 所以死了 那些做不到的也不是重要的事情 OK? 在他们的看法下 他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这个很有趣 所以 哲学家会接受死亡 甚至原来他可能开头不知道 但是后来会发现 当他明白了之后 他毕生都是在实践死亡 这件事情 他追求的就是要摆脱身体 然后通过哲学训练 灵魂就摆脱了身体的影响 当身体死亡的时候 灵魂最可能进入一个什么世界呢? 就是一个脱离感官的知性世界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对死亡 不应该惧怕 因为 用某个方式来表达 就是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绝望 是吧? 但是他觉得不是 人死了反而充满希望 应该是 当你了解死亡真正 就是对他来说的真正意义 因为不再受到污染了 你最担心的其实就是 你明明知道这些东西是对的 但是做些错事 你明明应可以看到真相 但是看不到 因为眼睛蒙了 被东西遮了 被火遮了 被钱遮了 但是如果你离开了肉体 就没有这些东西 你看到的就只有真相 你做的 当然你也没有什么行动的必要 如果你灵魂不纯正 就不行了 但是是吧? 意思是你如果一直以来 都是重视身体比灵魂多 就是你未明白这个道理 可以吗? 你运用你的灵魂 就是思想的能力 判断的能力 纯粹是为身体的享乐服务 可以吗? 这样的时候 你其实未明白 你会怎么样? 你其实越是运用你的智慧 就越强化你和你自己身体的联系 对不对? 你是为他服务 他肚子饿了 你就找东西给他吃 他吃饱了之后 想吃好一点 你就找些好东西给他吃 不够钱 就想办法找些钱来供养他 对不对? 那你到要死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开心? 不会 我会想尽办法令到他不会死 但是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 对不对? 你怎么也会死的 到最后 所以 本来最重要的东西 你反而变成一个努瀑 去为身体服务 本来是身体为你的灵魂服务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说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的灵魂就未纯正 依然受污染 那你就要投胎了 投胎去另一个肉体 直至你明白为止 当然他这里有一个想法 就是 灵魂不咬 和道德 是很有关系的 灵魂不咬 不只是这一世 我们要关心自己的灵魂 甚至死了之后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他还会转世也好 或者永远在这里也好 你身体 曾经在这个人生里面 享受过的东西 对不对? 遭受过的东西 随着你的死亡 其实也没有了 但是你做过的东西 在灵魂里面体现出来 就是 我做过的东西也会消失的 比如我写过一本书也会消失的 对不对? 我死了也没有了 带人走的 但是我要想到什么才会写出来的 那些东西在灵魂里面 我的记忆在灵魂里面 我曾经因为贪小便宜 而骗过朋友 朋友可能也死了 对不对? 那些钱你也不再自在 对不对? 甚至你可能后来请他吃饭 但是你骗过他这件事 是你人格上一个永不磨灭的污点 对不对?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东西 去 令到你的灵魂不是纯粹只有一个污点 就是你可以令到它成为污点也是好事 因为起码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有些是没有污点的 明白吗? 整颗黑的 OK? 这样的时候 你死了之后 这个唯一剩下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重视的 在生命里面 你还是要重视灵魂 对不对? 身体的东西会没有 对不对? 你要留下的就是灵魂 灵魂唯一带走的 就是他受过的教育 训练 做过的事情 表现过出来的行为 表现过的不同性格 这样 好了 现在是 我们怎样理解那个叫救中 我是答二才开始的 我可以再说 但是我很尊重大会 你会不会有些非要现在腰斩不可 如果以至于我们要牺牲一些 关于生命好重 如果这样就算了 或者大家改时间 可以自由进取 有些尴尬的 因为我们之后 还有另外一些活动 那不要了 听到这里也够精彩的 希望 还有场地同事 都应该要有一个小break 所以 有没有很简单的几分钟做过 你想 round up 还是 都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我给你 round up 那就可以了 我也是要几分钟的 虽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有时不是很诚实的 我想最后讲一个 他本来有些很复杂 我就不将他复杂讲出来 简单 有一个叫Nago的人 就是刚才听过的 我觉得都挺有趣的 如果你尤其是没有知识 听上去都很positive 很多东西 Nago有一个讲法 我很简单地讲 本来可以讲很久 我现在很简单地讲 记住 就是他很强调 很有趣 人 为什么会对生死 或者所有哲学问题 哲学问题 我们发现很多 都是跟人有关的 就是我们想知道 什么叫真假 其实这是跟 因为我们会做一些判断 我们看到这里有支咪 但是我们会问 动物和人很不同 对不对 人呢 第一 或者死物都很不同 一张桌子 没所谓 周围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什么 或者敲他 他有什么感觉 他没有感觉的 这个世界是怎么跟他 基本上 一些东西可以影响他的形态 但是他没有感受的 他不会对世界有看法的 人呢 或者一般动物 甚至有意识的东西 这个世界发生的东西 他会有反应的 他会形成一个看法 有一个观点 对不对 于是会 从他的观点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这个世界以某种方式 向他呈现的 OK? 这是第一 但是呢 动物呢 他可以 譬如他有感觉 你打他 他会痛 你在他前面的样子 他会看到你 对不对? 他闻到一些气味 他会知道有东西 然后他肚饿 他会吃东西 他的身体的构造 令他对这个世界 可以形成一些看法 有些感受 人都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动物就不会 就是他基本上是 顺应着自己的身体的本能 来生活的 就是他肚饿 就会闻到某些味道 就知道可以吃 就吃了 有些东西不能吃 有些东西危险 来到他会避开 是吧? 但是当他看到食物的时候 他吃不吃呢? 纯粹看他肚不肚饿 他肚饿就吃了 是吧? 他不会在吃的时候问一下 其实会不会 今天应该减肥呢? 又或者其实 我是一只狼 但是呢 昨晚那群狼就说 我们以后都要改变我们的 一起生活的制度 但是我不喜欢 我可不可以绝食抗议呢? 就是动物不会想这些东西 对不对? 他是会顺着本能 为什么我们觉得 有时候绝食 或者什么自杀 自残 自焚 这些东西通常是用来做抗议的 因为那是你做一些 最极端的 违反本能的东西 人的本能就是求生 舒适 于是你刻意施加痛苦 对不对? 甚至消灭自己 对不对? 肚饿的时候不吃东西 其实你是将某些东西 看得比身体更重要 你的灵魂追求某些理念 好了 动物呢 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 它是顺着本能来做的 人呢 它有这个面向 但是它又会想事情 对不对? 它会反省 它能够抽离于自己 当下很肚饿的这个观点 然后看 但我是很肚饿的 是不是应该吃呢? 会不会我已经吃够了呢? 或者会不会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做呢? 对不对? 我看到别人有某些 我当然想要了 很自觉 对不对? 就是很漂亮 那件衣服 有想尽办法 就这样拿回来 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那件事是否属于我的呢? 人们会问很多这些问题 我看到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里有个屏幕 它就是这样的了 软一点的香口交币就是小一点的了 但是我们会问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对不对? 好了 于是我们会质疑自己的判断 因为我们可以离开自己的观点 去从一个客观点的角度去看东西 对不对? 我们会质疑自己做的判断 质疑自己生活的方式 我们有能力去问这些问题 对不对? 人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存在 什么是不存在 有没有神的呢? 上帝呢 当然也可以有意识的 对不对? 他都会知道一些东西 他什么都知道的 上帝没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上帝是全知的 上帝是全能的 所以没有东西是解决不了的 动物是没有问题的 动物只是本能地生活 他不会质疑自己在做的东西 对不对? 他只有做到和做不到 对不对? 人是很麻烦的 夹在中间 人又能够意识到周围的东西 又会有一种看法 又有一些本能的需要 有一些很不自觉受了的影响 然后有自然的反应 但是同时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反省的能力 可以抽离 从一个客观点的角度 去看自己做的事情 判断开的事情 对不对? 去质疑他的对错 但是又没有能力 决定到对错的标准 实际上是什么 你只是有一堆疑问 但是没有答案 明白吗? 所有自学问题 对Nego来说 都是这样产生的 就是人可以 一方面他有一个主观观点 他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他同时又知道自己主观的看法 不可靠 很多时候成长的过程 都是从一个慢慢抽离于自己的观点 修正自己的观点 但是呢 去到某些时候 如果你很客观地看 有些事情就会消失了 譬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 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对不对? 一定是 不是你就不会做 但是你做一做一做 有时你会质疑 其实做下去有没有意思 对不对? 那你想找个意义 你就希望客观地有个意义 但是你很客观地看自己 会不会我自己一时 就是不知道 心血来潮 我很喜欢租手指甲 租了一百瓶 人们觉得你这么无聊 手指甲也租? 没有意义的 但是你会租的人 真的觉得很有意义 但是你问他 他未必说得出的 其他人看就觉得 神经病的 租手指甲哪有意义 当然是脚指甲 他就拿了另外一百瓶出来 从你一个不喜欢租手指甲的人 你会觉得两个变态 当然是租油票 有什么分别呢? 对不对? 当你很客观再去看的时候 你离开他的观点 你发觉那样东西 他只是对你重要 本身不重要 但是如果你追求的 只是对你重要 会不会你搞错了? 对不对? 他没有重要性的话 你追求他就浪费时间了 我应该是因为那样东西 重要才追求他 不是反过来 对不对? 问题是 如果是这样 你越客观 看到的就越真实 越准确 但是问题是 客观的角度看好些 就是人和猫和狗和矮 没有分别的 这就是刚才庄子说的 道的观点 你明白吗? 当你这样看的时候 所有的都没有分别 那当然了 人死了 你之所以觉得介意 因为你怎么怎么怎么 现在你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你不需要介意 问题是 那就好 那就接受这个 他们都要求你接受 建议你接受这个看法 问题是 我们是人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个客观角度 去看回自己的人生 看很多东西 但是同时我们生活 都是以这个身份去生活的 到最后我都是要我去生活 我去做很多判断 我要和人相处 我不能够完全摆脱我主观观点的要求 对不对? 从一个客观的观点 我们如果主观定 我会觉得我做的有意义 于是我追求人生要有意义 我希望找到一个客观的意义去追求 但是最客观的角度 就是类似物理学的角度看到什么 所有的都没有意义 只是在做不同的东西而已 没有说是很不好的 对不对? 这样看起来 原来是这样 问题是即使你接受这个说法 甚至你反驳不了它 你不能够用它来生活 因为你这样要觉得自己 如果我继续说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我觉得有的 就是在牺牲着时间坐在那里 就是我要觉得有某些意义的 甚至那个意义不是只是我爽的 我觉得你听了 可能也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事情知道了 不要说行不行了 所以在这里 从最客观的角度 似乎会令到人生里面 很多重要的都消失了它的价值 因为价值不再存在 对不对? 物理学的世界里面没有价值 对不对? 只有不同的东西 根据不同的原则运作而已 但是你说怎么办 既然这些多余的 那就重回 我自己觉得怎样是对 我喜欢怎样是怎样 人们说最重要是自己开心 但是想真的 其实这个不行 你会错的 你经常都错的 你自己都知道 不需要别人告诉你 你经常都会做错决定 你看回你十年前做过的东西 和现在做过的东西 你就知道了 都是你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够停在最主观的地方 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这样有问题 它给到你的意义 不足够 你去很努力付出很多东西 去继续追求你现在觉得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它只是你刚好现在喜欢而已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下个星期会不会转的 那些小孩子都是这样的 但是从最客观的角度 才可以看到真相的照片 但是最客观对人来说 如果你要生活 所以他觉得所有哲学问题都是这样 就是牵涉这两样的如何平衡 刚才那些建议 很多时候是比较提议 你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 去看回你的人生 而他们针对的 就是因为一般人 都是很主观的去看自己的人生 就忘记了客观的面向 所以你的死变成一件很大的事 甚至你都说不出理由 或者有什么原因 你都觉得很大一件事 但是那些建议 当然它有好处 它充淡了这种主观的attachment 但是其实 它如果要求你坚持 用这个角度去生活 你生活不了 他的说法就是 其实这个依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而你要解决它 不是停在适当一边 因为这两边都不是人 上帝可能可以这样做 你从道的观点看 如果你是道就无所谓 你的生死就跟四时一样 你父母的生死跟四时一样 你最爱的人跟四时一样 你不做到这件事 因为你是人 如果从那个角度没有所谓 你还是爱不爱 对不对 对不对 只有不同的人在旁边生死 但是你很主观 又有一些不必要的 不理性的恐惧 又是多余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如何结合中间 所以他有一个看法 还有那个前后很不同的就是 我们他会觉得 那个死亡的puzzle 依然不是就 还有刚才那个说法 好像已经解决了死亡是什么 是吧 你了解它的真相 就可以很安心地继续生活 他会觉得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死亡第一 为什么难理解呢 我再说完这句 最后就是 我这句 我不用标准符号 最后这句就是 你会发觉我们很难想象自己的死亡 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好像很容易想象 很确定 还有很不确定 呼应回到最初的问题 为什么有这两个反差这么大的感觉 第一 我们觉得死亡很确定 为什么呢 如果很现实的 就是你看到其他人死过 你看到其他人的死亡 是从一个客观观点来看的 所有东西都会死 所有东西都会死 所有东西都会过程 有始有终 教体 所以你从一个最客观的角度 到的观点来看 科学的观点来看 你也会死的 你看到这一点 对不对 在这个意思之下 你的死亡对你来说是很确定的 就是最多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不对 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跟其他人的死 其他人的消灭是没有分别的 明白吗 从最客观的角度 问题是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一种能够 只是从最客观的角度生活的人 我们看别人可以继续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但是当你回来看自己的死亡 你在想的是另一样东西 对不对 你在想的是一个没有你存在的世界 但是通常我们想 如果从自己的角度看 客观地看 当然可以想 对不对 就是想自己消失了 你想想一些人 你死了之后一年去 你的墓碑拜神也可以 不是拜神 拜你而已 你不是神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的是 在说另一样东西 我要想到我死了之后会如何 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怪了 这个是从你主观的角度去思考 你死亡之后会如何 但是如果你从你的角度去考虑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不能够没有了你的 但是你在想的是 一个没有你的世界之后 从你的角度来看会如何 没有了你的世界 就没有了你的角度 就没有所谓 从你的角度来看会如何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实际上 你是不是完全 如果你只是从主观观点来看呢 死亡对你就没有问题 因为你也看不到自己会死 但是你会困惑 正正因为你有反省的能力 你抽离了 同时客观观点都是你看东西的方式 你从这个观点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实际上 是有一段时间你未存在 平时有一段时间你不会再存在 但是从主观点 你设想不到这个可能性 你自己会不断的添加岁数给自己 因为你只要在想的是 究竟我死了之后会如何 其实你在想的是 从我的观点来看 在某个时间会如何 就算这个世界有个人的身体消失了 都好像我还要在这里看 因为还要在看我 继续有什么可能 用另一些形态存在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就会有很多那些 我会不会投胎 我们会变成一种形态 这个其实不是代表你真的会这样做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 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能力 所以他说这个问题本身 反映了人的这种 能够抽离于自己观点 去看事物的能力 造成的一种困扰 解决方法都不是那么单纯 是你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 就像一般以前的自学家提议 就可以看到之后 你就一了八了 完全不受它影响 他觉得不行的 那是太过忽视 主观观点的重要性 而这个是你生活 生存的中心 但是你太过自我中心 就会有些不必要的烦恼 那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结合中间 才是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核心 这个就是他的基本说法 我的补充只能够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听得懂 非常感谢 很难得有这么好的 令到大家可能有生死的不同的观点 不过我知道在我的理性里面 都是要终止我讲座 因为我们要交场 和之后再有活动要进行 多谢各位 那记得甜蜜卷 如果还有问题的 看看一会儿 可不可以捉到外面再谈 好吗 那多谢各位 是 谢谢